第5121章 刘子安 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人力有时穷 开天有智固 一个开天境在五道之风上能攀登多高 最终达成什么样的成就 晋升开天时的起点便已决定了一切 一般来说 晋升开天之后 即便再怎么努力修行 日后顶多也只能让自身再提升良品之境 这也是洞天伏地大力培育精锐弟子的原因 只有那些直径五品之上的弟子 日后才有资格成就上品开天 直径四品 极限不过是六品水准而已 但默之力在侵蚀了开天境之后 却可以突破这个桎梏 让开天境舞者得以无限制地晋升下去 这对任何一个开天境来说 都是难以言喻的诱惑 便是狼牙伏地的副长叫圆堵 都没能抵挡住这样的诱惑 主动寻求了默之力 从而沦为默徒 从而霍乱狼牙内部 可想而知 一旦这个消息扩散开来 会对三千世界造成多么大的冲击 这世上受瓶颈所限 自身五道终无寸境的 可不止圆堵一人 然而 世人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默之力确实可以助开天境舞者突破智骨 达成寻常手段无法达成的成就 却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而这个代价 往往是无法承受的 当初在黑狱中 杨开亲眼目睹了好几位开天境 借助默之力 突破自身智骨 但那几人的下场 却好不到哪去 藩离的突破 力量的暴增 有可能会让人暴体而亡 身死盗消 也有可能会让人 形体发生极大的改变 宛若怪物 从而迷失本性 变得暴力非常 眼前忽然出现的这个默图 无疑便是后一种情况 他紧薄处的肉流 背后的驼风 乃至不似常人的巨大体型 明显都是因为默之力的侵蚀 换言之 这个人原本是不可能拥有 七品开天的修为的 但借助默之力 从而突破了自身极限 在得到品阶提升的同时 身体也发生了一些异变 杨开能明显地感觉到 眼前这位七品气息虽然胸力非常 却显得根基不稳 犹如被那重铸的大厦 轻轻一推便可能倾倒 他若再继续修行下去 随着实力的提升 因为无法承受太过强大的力量 而暴体而亡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 而如他这样的人 即便动用净化之光 驱散了他体内的默之力 也是就不回来的 他的小乾坤 只能承受六品之力 七品的开天之力 已经超出他承受的极限 一旦驱散了默之力 没有默之力的帮助 顷刻间就要陨落 种种念头在杨开脑海中 如闪电般划过 心中微微一声叹息 杨开问道 尊驾驶 来人一抱拳 咧嘴笑道 刘子安 鬼疗大人挥下默图 原来是刘兄 杨开微微汗手 刘兄有事 刘子安豪爽一笑 听说御主大人 亲自收了一个默图 好奇之下过来看看 咱们御主大人实力强大 对一般的默图 可看不上眼 这么多年 我还从未见过 他亲自收取默图 杨兄是头一个 那可是我的荣幸 杨开谦逊一声 看出刘子安 应该是有事找自己 便让开身子道 刘兄进来说话吧 刘子安也不客气 大步入内 杨开关了房门 这片殿内原本空无一物 应该是很久没人住了 杨开方才到来 也没准备什么 此时便从小乾坤中取出一套桌椅 来摆上 伸手示意 刘子安大喇喇的落座 杨开也坐了下来 开口道 刘兄之前 说是鬼疗大人挥下默图 正是 刘子安点头 刘兄来这边多久了 杨开又问道 刘子安扎扎嘴 唏嘘道 不短了 约莫有千年了 那确实不短 杨开微微点头 小弟我出来乍道 对莫族这边 一应事无陌生的很 日后还要仰仗 刘兄多多提携了 刘子安哈哈一笑 好说好说 都是在 御主大人挥下笑里 有什么能帮的 日后尽管招呼 咱们虽是莫图 但毕竟原字一族 是该好好清静清静 刘兄说的是 杨开一脸赞同模样 却不知刘兄出身 哪一家洞天福地 刘子安白手道 既已成莫图 那便跟以前没了关系 不必再替什么出身了 老弟寄来了莫族这边 当入乡随俗才是 明白了 杨开一副受教的表情 刘子安又道 说实话 我出来莫族这边的时候 也是很不习惯的 但相处久了 就发现 这边跟人族那边 其实也没什么区别 无非就是人情往来罢了 想要人家办什么事 想要得到重视 只需把关系搞好了 自然一切顺利 杨开闻言 眼中金光一闪 刘兄说的有道理 这家伙把话说得这么明白 杨开岂能不知 当即扣扣锁锁锁一阵 导不出一枚空间剑 顺着桌面推了过去 我与刘兄一见如故 区区薄里不成敬意 日后还望刘兄多多指点 刘子安眉头一扬 哈哈大笑 好说好说 杨兄太客气了 话虽这么说 手上却是一点都不含糊 拿起空间戒神念一扫 原本的笑容立刻将印在脸上 那空间戒中 不过区区几十万开天单而已 这点东西 还不够刘子安半月修行所用 他虽是墨图 但依旧还是人族之身 修行之物与人族那边没什么区别 他倒也不含糊 立刻斜眼望来 杨兄出手可不够大方 阳开面不改色 这已是我所有资产的一半 刘兄应该知道 人族那边一旦出战 是不会携带太多物资的 这也是人族各处关爱的规矩 就是怕在战场上陨落了 导致资源流失 所以正常情况下 出战的舞者 都会将自己的资产留在住处 如此一来 即便陨落了 族人也可以将之取出 以供他用 杨开知道这个规矩 可碧落关那边 从来没有用这个规矩约束过他 所以他的财富 全都在小乾坤中 刘子安文言皱了皱眉 杨开说的是实情 他也不好反驳什么 以往战场中 墨族收获的战利品 有不少人族的空间界 但那每一枚空间界 都没有好东西 略意沉吟 刘子安道 罢了罢了 杨兄有这份心思便好 多谢刘兄体谅 杨开抱拳 又开口道 刘兄既是鬼辽大人的末图 可否帮我一个忙 刘子安虽收了礼 但态度却不见多么爽快 反而警惕望来 什么忙 杨开道 黑渊大人入末朝疗伤之前 曾吩咐鬼辽大人 寻一枚玄聘灵果交于我 刘兄既是鬼辽大人的末图 能不能帮我问问鬼辽大人 那玄聘灵果什么时候可以给我 刘子安文言一证 狱主大人要给你一枚玄聘灵果 不错 杨开点点头 祈祷 有什么问题 刘子安上下打量他一阵 缓缓摇头 没什么 说着便站起身来 此事我可以帮你问问 不过鬼辽大人如何决断 就不是我能左右的了 不管如何 还是要谢过刘兄 嗯 刘子安淡淡汗手 有消息了 我再来通知你 杨开起身相送 刘兄慢走 刘子安头也不回 只是随意摆手 望着他离去的身影 杨开面色淡然 虽同是人族 但这一番接触下来 杨开可没有从刘子安那边 感受到半点亲近之意 这与他之前的经历 多少有些不同 之前在怒艳麾下伪装墨图的时候 那甲一 乙二 丁四 乌五虽性格不同 但因为同是出身人族的缘故 所以彼此都有些惺惺相惜之感 刘子安不一样 并没有将杨开 当成同族来看 估计墨之力的侵蚀 已经完全扭曲了他的心性 虽然所有的墨图的心性 都会被扭曲 变得为墨至上 可墨之力的危害 对刘子安明显更甚一筹 这应该跟墨之力 助他突破了桎梏有关 只不过 人家主动来登门拜访 杨开也猜不透 这到底是他本人的意思 还是有鬼疗的受益 若是后者的话 那就有意思了 鬼疗这般试探自己干什么 自己名义上算是黑渊的墨图 而他则是黑渊指定的领土掌管者 井水不犯河水的 之前更是没有见过 也没什么恩怨 想不透彻 杨开懒得多想 回到房间里取出开天单 默默吞服恋化 他也不敢随便取什么资源 来修行 毕竟之前 才跟刘子安说过自己现在身无常物 若是一下取出一套七品资源来 伪实不合常理 更何况 这大殿四周也没有隔绝查探的禁止 很容易就被人察觉到能量波动 与此同时 古堡更深处一座大殿中 刘子安站在鬼疗面前 汇报着方才与杨开之间的交谈 鬼疗面无表情的聆听 说完之后 刘子安悄悄抬头瞧了鬼疗一眼 见鬼疗毫无反应 壮了壮胆子道 主人 那杨开说 御主大人之前许诺他一枚玄聘灵果 鬼疗恩了一声 事由此事 刘子安皱眉道 御主大人竟这般看重他 此人方来 寸功未利 变得如此赏赐 岂不是助长他的气眼 本章完 第5122章 鬼疗的嗜好 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鬼疗瞥他一眼 怎么 心中不服 刘子安忙到不敢 但那不愤的表情 却是显而易见 他当年也曾为人族拼死血战 在战场上被墨之力侵蚀 亦是割舍过自身小乾坤 沦为墨徒之时 小乾坤自是不完整的 那之后 又过了足足三百年 在战场上立下了一些功劳 才得鬼疗赐下一枚玄聘灵果 修不好自身的小乾坤 对比自己当年的遭遇 和阳开如今的待遇 一个天一个地 刘子安自是不服 不过鬼疗问起 他也不敢直言 将他的表情看在眼中 鬼疗轻哼一声 之前扎鼓说的是 你也听到了 这个人族实力很强 要不然 御主大人也不会这么看重他 你怎么跟人家比 刘子安面上闪过一丝 那要打过才知道 鬼疗悠悠道 那可是御主大人的墨徒 你若真将他怎么了 御主大人出关后 怕是绕不了你 刘子安宁笑道 主人放心 若有机会 属下只会稍稍教训教训他 又不是取他性命 定不会让主人 在御主大人面前难做的 鬼疗汉手 你知道就好 略意沉吟 终是摇头道 还是不要横生之劫了 御主大人虽在末朝中疗伤 但他终究是会出关的 刘子安皱眉道 那玄品灵果就给他了 鬼疗痴笑一声 御主大人 只是要我找一枚 玄品灵果给他 什么时候找得到 那就是我的事了 至于给不给他 也要看他实相不实相 手指轻敲着桌面 他恐怕会再去找你 到时候要如何做 你应该清楚 主人放心 属下清楚得很 刘子安恭敬应着 去吧 鬼疗挥了挥手 刘子安徐徐退下 偏殿中 杨开默默修行 足足十来日之后 也没等来玄品灵果 按道理说 狱主灵土上各种物资 应该应有尽有 杨开此前跟着黑渊 回到此地的时候 也见过这里的繁华 玄品灵果固然珍贵 但墨族这边的需求量 比人族那边要小得多 古堡内怎么也该有储存才是 而且 这是还是黑渊当众吩咐下来的 杨开又让刘子安帮忙探听 按道理来说 这些日子 鬼疗应该已经将玄品灵果送来了 可直到今日也不见踪影 杨开总感觉 事情好像不太对劲 而且这些日子 他炼化开天丹修行 效率伪实低下 远不能与之前相提并论 如今的情况又不好堂而皇之地取出七品资源炼化 甚至连布置各种静止的手段都不好轻易使出 思来想去 杨开决定亲自去找鬼疗问问情况 出了偏电 很快便见到一个形色匆匆的墨族 这个墨族的实力不高 约莫只相当于一个无品开天 杨开一把拉住他 开口问道 鬼疗大人何在 这墨族微微一正 上下打亮了杨开一眼 见鬼了一般 要知道 墨徒在墨族这边的地位向来极低 等嫌墨徒遇到墨族正常情况下 都是微微懦懦 如这般拉住他问话的墨徒 还是头一次见到 不过想起这个人族 是御主大人亲自默化的墨徒 地位与寻常墨徒不太一样 心中也就释然 压下心中怒火 这墨族摇头道 不清楚 这般说着 甩开杨开便走了 杨开无奈 又询问了几个墨族 竟无意知道 鬼疗身在何处 又或者是他们知道 却不愿说 这让杨开皱眉不已 找不到鬼疗 还怎么询问玄品灵果的事 站在原地沉吟了一阵 杨开也顾不得许多 直接催动神念查探整个古堡的情况 强大的神念 如潮水一般弥漫出 很快便激发了整个古堡各处的反应 古堡内有不少领主级别的墨族 杨开这般明目张胆的以神念查探 自然让这些墨族大为惊慕 不过杨开的神念 只是一放即收 不等这些墨族领主反击便已退了回来 这一瞬间的感知 确实没有察觉到鬼疗的气息 看样子 之前询问的那几个墨族并没有说谎 他们确实不知鬼疗在哪里 杨开略意沉吟 循着一个方向行去 片刻后 来到一栋小院前 院内有静置 杨开屈指轻弹 弹出一层层连衣 少请 静置关闭 院门打开 刘子安怒气冲冲的面孔 出现在眼前 能找到刘子安的所在 倒不是瞎懵 方才他以神念查探古堡的时候 这边静置被触动 有那么一瞬间的功夫 刘子安露出了气息探查 这才被杨开知晓 刘兄 杨开退后一步 抱拳问好 刘子安满面怒容 见识杨开后 一头恼火 是你呀 我倒是谁这么胆大妄为 杨开呵呵一笑 无奈之举 刘兄见谅 有事 刘子安沉声问道 刘开点点头 确实有事 想请教刘兄 刘子安皱了皱眉 侧身让出位置 进来说吧 杨开到了声线 随着刘子安入内 左右打量 杨开眉头微扬 这个小院的环境 比起鬼寮给他安排的那个偏店 要好得多 更适合人族居住 想来是鬼寮对刘子安 颇为看重的缘故 而他虽是黑渊 麾下的墨图 但毕竟 与鬼寮隔着一层 鬼寮那边就没那么上心了 只随便让人给他安置了一下便了事 这种事 就算是黑渊知道了 也不会说什么 不过由此也可见 鬼寮那边 确实不怎么在意自己 院内有桌椅 不过椅子只有一张 刘子安自顾落座 杨开站在他面前 左右瞧瞧 感觉自己像是来跟上风来汇报工作的 有什么事就说吧 刘子安有些不耐地催促 杨开笑了笑 从小乾坤中摸出一把椅子来 摆放到刘子安对面坐下 这才开口道 是这样的刘兄 我上次托你打听的事 可有什么眉目 刘子安斜眼望来 什么事 杨开微微眯眼 刘兄莫不是在装糊涂 我上次所提之事 只有一件 心中莫名纳闷 上次见着刘子安的时候 感觉这个人很是桀骜 浑身力气 倒也没那么大的敌意 这一次 杨开明显从他身上感受到了敌意 不知是怎么回事 就连说话都显得阴阳怪气的 说起来 大家如今都是默徒 又何苦如此 更何况 他上次明明脱刘子安打听悬聘灵果的事 如今 他却在这里装糊涂 杨开如今虽然用不到悬聘灵果 但却是需要悬聘灵果来掩盖自身小乾坤的秘密 所以这果子非得拿到手不可 刘子安端坐 巴风不动 淡淡道 悬聘灵果吗 杨开点头 刘兄这不是没忘吗 刘子安道 我帮你问过鬼疗大人了 不过大人并没有说什么 大人要如何决断 也不是我能干涉的 杨开不禁皱眉 那鬼疗大人 如今何在 刘子安冷哼一声 刘某乃是鬼疗大人麾下墨图 他身为主人 要去何处 难道还需跟我报备吗 他如今何在 我又怎知晓 杨开被他噎得 几乎说不出话 恨不得祭出苍龙枪 一枪给他捅死 见他神色阴郁 刘子安画风一转 悠悠道 杨兄 还记得我上次跟你说过什么吗 杨开道 上次刘兄 与我说过很多 却不知刘兄如今指的是什么 刘子安咧嘴一笑 杨兄既然忘了 那刘某就再说一遍 墨族这边与人族 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无非就是人情往来 想要求人办什么事 把关系搞好了 自然一切顺利 杨开顿时露出难色 刘兄 我手上只有一点开天丹了 上次便分了一半给你 如今真的没剩下多少了 刘子安不屑道 谁还贪图你那点开天丹 杨开不解 那刘兄想要什么 刘子安冷冷道 不是刘某想要什么 玄聘邻果之事 刘某可做不得主 杨开恍然大悟 身子前倾 压低了声音道 不知鬼疗大人喜好何物 这家伙拐来拐去 无非就是要自己投其所好 玄聘邻果之事 需要鬼疗做主 而他是鬼疗麾下莫图 杨开几乎可以肯定 刘子安此刻所为 皆都得了鬼疗的受益 原来是在这里等着自己 杨开总算明白 为何即便黑渊吩咐下来 鬼疗也没有第一时间 将玄聘邻果交给自己了 他是着实没想到 莫族这边居然有这样的风气 此风不正 杨开心中唾弃 说完之后又道 刘兄你也知道 如今我身无常物 鬼疗大人想要什么的话 我未必能够满足啊 刘子安嘿嘿一笑 放心 鬼疗大人喜欢的东西 你自然是有的 这般说着 上下打量他 杨开被他看得 脸色渐渐冷了下来 眯眼道 刘兄还请明示 话说到这份上 自是没必要藏着掖着 只听刘子安道 杨兄应该也知道 莫族能吞食天地伟力 这不但能助长他们实力的提升 也是一种喜好 鬼疗大人的喜好 有那么一点点与众不同 也不能说与众不同吧 或许很多莫族都有这个喜好 那就是 喜好吞食鲜活的天地伟力 本章完 第5123章 吃了我的要吐出来 小说 《武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杨开听的一阵 他还是头一次听说 天地伟力这东西 还有什么鲜活不鲜活的 天地伟力是开天境武者力量的根基 又不是什么活物 哪有这种区别 心中不解 便问出了口 何为鲜活的天地伟力 刘子安笑道 杨兄可知天地球 杨开点点头 有所听闻 刘子安道 天地球严格来说 只是一种秘宝 是莫族这边研究炼制出来的 其用途便是封存在战场上陨落的人足开天境溢散出来的天地伟力 每一处莫族领地上 都有天地球这种东西售卖 价格不菲 莫族买来天地球 可吞噬其中的天地伟力 以供修行 还有那一处处秘境中的天地伟力 莫族也可吞噬 不过这些天地伟力 终究是无根之木 无源之水 便是死物 在某些莫族的眼中 这些天地伟力便不够鲜活 实之 就如我人族 吃了不新鲜的饭菜 而如你我这般活生生的开天境 小乾坤中的天地伟力便足够鲜活了 鬼疗大人口味有些刁钻 最是喜好吞噬这样的天地伟力 沿至此处 刘子安目光灼灼地望着阳开 所以想要讨得鬼疗大人的欢心 阳兄要做得很简单 敞开自身小乾坤 鬼疗大人只需吃饱喝足了 自会满足你的要求 阳开眼帘低垂 淡淡道 刘兄时常这般讨鬼疗大人欢心 刘子安理所当然的汗手 不错 不过据鬼疗大人所说 每一个开天境的天地伟力 品尝起来 味道都是不同的 刘某跟随鬼疗大人多年 早些年 他还不时地吞噬刘某的天地伟力 近年来却是没有了 怕是已经腻了 杨兄出来 正好可以给鬼疗大人改改胃口 据大人说 实力越强的人族 天地伟力品尝起来越是美味 杨兄实力不弱 若能小小地委屈一下 鬼疗大人定会对你另眼相看 日后在这边行事也方便得多 这是条件 杨开抬头问道 刘子安摇摇头 不是条件 只是刘某的建议 杨兄 实实物者为俊杰啊 这里毕竟是墨族的领地 你我不过都只是墨徒而已 我是狱主大人的墨徒 不是他鬼疗的 刘子安脸色微变 杨兄墨药明顽不灵 只不过是损失一些天地伟力罢了 若能得玄聘灵果 便可修不好小乾坤的缺损 到时候慢慢修行 自可弥补损失 杨开眼神锐利地望着他 狱主大人入墨潮疗伤之前 可是亲自吩咐过 要鬼疗给我找一枚玄聘灵果 他难道想抗命 刘子安呵呵一笑 狱主大人的命令 自是无人敢违抗 鬼疗大人 这不是出去 替你找那玄聘灵果了吗 不过杨兄也知道 这玩意稀少得很 找不找得到 什么时候能找到 那就要看天意了 看个狗屁的天意 杨开心中怒骂 明显是鬼疗 想用这种法子 逼自己就犯 说实话 他也没想到 鬼疗居然有这种癖好 居然喜好吞噬活人的天地伪力 虽说这样做 对被吞噬者 有一定程度的损失 但只要掌握好那个度 不损伤到根基 就没什么大碍 损失的天地伪力 早晚能修行回来 可杨开又怎么可能答应这种要求 且不说他根本没理由 同意鬼疗的这个要求 再者 真要是在鬼疗面前敞开小乾坤 那小乾坤里的秘密 可就全暴露了 之前在战场上 他两度割舍自身小乾坤 一是形势所迫 顺势而为 二也是为了麻痹莫足 让他们不至于要检查自己的小乾坤 所幸一切顺利 眼下又岂会自爆身份 刘子安身子靠在一背上 老神在在道 杨兄不妨回去仔细考虑考虑 刘某这些可都是肺腑之言 不必考虑了 杨开缓缓摇头 刘子安定定地瞧着他 杨兄的意思是 杨开冷哼一声 杨某是御主大人的墨图 不是他鬼疗的 若是御主大人有令 便是刀山火海 杨某也不会皱一下眉头 至于鬼疗的无机要求 待御主大人出关之后 我自会禀告 刘子安脸色大便 猛的一拍桌子 小子 莫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御主大人闭关 最起码也要数年光阴 这段时间 你可都是要在鬼疗大人眼皮子底下做事 怎么 杨开斜眼看他 鬼疗还能杀我不成 你不过是一墨图 若是犯错 鬼疗大人杀你又如何 刘子安一脸凶狠 杨开冷笑不迭 那要看他有没有这个胆子 刘子安施神 忘了杨开好伴上 才不断摇头 疯子 简直就是个疯子 他没从杨开身上 感受到半点对鬼疗的恭敬 这简直有些无法理解 身为墨图 对鬼疗这样的墨族领主 居然也如此轻视 心中简直没有尊卑之分 身为御主的墨图 难道就有这样的底气 刘子安心中不免酸涩 杨开忽悠朝他伸出一只手来 拿来 什么 刘子安一政 前些日子给你的开天单 杨开板着脸看他 原本这个刘子安虽然令人不喜 但杨开也没想到 把关系搞得这么僵 毕竟他出来乍到 不宜节外生枝 可如今事态的进展 完全不在预想之中 鬼疗居然想吞噬他的天地伪力 甚至让刘子安来旁敲侧击 杨开无论如何 都是不可能答应的 又需要一枚玄品灵果 来掩盖自身小乾坤的秘密 种种考虑之下 只能将事情搞大了 期待鬼疗能够有所忌惮 而这古堡之内 刘子安便是最好的突破口 刘子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送出去的东西 居然还有脸要回去 这脸皮得多厚才能开口 说实话 那区区数十万开天丹 刘子安还不放在眼中 但杨开这般讨要 他又岂能交还 真交回去 岂不是说他怕了杨开 是以刘子安只是略意沉吟 便冷笑道 哪有什么开天丹 早就吃进肚子里了 杨开手握成拳 噼里啪啦一阵乍响 一身气势节节攀升 吃了我的 那可要吐出来 刘子安不由正主 不敢置信地望着杨开 你要跟我动手 你居然要跟我动手 忍不住想笑 之前在鬼疗面前 他便提议稍稍教训一下杨开 那个时候 只是因为不分自身与杨开之间的区别待遇 凭什么这姓杨的小子 一来便得次玄聘灵骨 偏偏自己沦为 墨图之后三百年才得到 而且还是因为立下了功劳 只不过 当时鬼疗吩咐他不要节外生枝 刘子安便吸了这个心思 如今杨开居然这般挑衅 正中他的下怀 鬼疗虽有吩咐 他不敢不遵 可若是杨开先动手的话 那他就没什么顾忌了 回头在鬼疗面前也有解释 扎古跟鬼疗 汇报杨开那一战的时候 刘子安躲在暗处也听得清清楚楚 知道御主大人新收的这个墨图实力强大 带领一个人族小队 杀了数千墨族 十几个领主 刘子安自负没有这个的本事 不过 那是杨开全胜状态的战绩 那一战中 他先后割舍了两次小乾坤 如今小乾坤缺损 甚至损伤到了根基 实力必定大跌 刘子安又有何据 是以杨开的挑衅 立刻将他激怒 七品开天的威势凶猛攀升 整个人身上更是萦绕着浓郁的黑雾 而随着他力量的催动 他的身形似乎又扩大了一圈 紧薄处那个肉流 更是如心脏鼓动般跳动着 发出咚咚的声响 他栩栩起身 居高临下地俯瞰着杨开 咧嘴宁笑 小子 你要想清楚 对我出手 会有什么下场 看似是在警告杨开 实则巴不得他赶紧出手 杨开不屑撇嘴 废话推多 这般说着 凶猛一拳便轰了过来 刘子安几乎要为杨开喝一声彩 他还真没看出来 这个姓杨的居然是如此冲动的个性 三言两语不合便大打出手 与他之前表现得冰冰有礼 判若两人 不过这也正是他期望看到的一幕 是一眼见杨开出手 他也毫不犹豫 同样一拳挥出 他身形高大 便是拳头 都要比杨开大上一倍 两只拳头迅速碰撞 仿佛两座乾坤撞击在一处 天地伪力迸发之时 刘子安胜券在握的表情将在脸上 整个人庞大的身形 如离弦之剑般倒飞出去 直接撞进了后面的厢房之中 砸出巨大坑洞来 杨开的身形也是后退不已 直退出十几步踩 堪堪稳住 狂暴气静一散 震得衣衫哗啦啦作响 他缓缓摇了摇头 迈不上前 对自己如今的状态颇有些不太适应 若实力完好无损 刘子安这类货色 他拳力一拳便可将之重创 三拳两脚便可取他性命 可如今小乾坤受损 实力有所下跌 比起全盛时期大大不如 好在碰到的是刘子安 他虽也是七品开天 但这个七品 却是因为莫之力的侵蚀突破自身瓶颈而来 换言之 他的极限成就本只是六品开天而已 得莫之力相助才有了七品之境 然而他这个七品根基不稳 难以发挥出七品真正的实力 本章完 第5124章 我要控诉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交手一招 杨开便已判断出 刘子安的真实实力 确实有七品 那浓郁的天地伪力做不了价 然而 他根本难以将自身实力全部发挥出来 这一身修为 对他来说 颇有些空中楼阁的味道 反观 杨开 虽然因为两度割舌小乾坤 导致自身根基受损 然则得世界数字数的凝炼 自身力量精纯至极 此刻纵然在量的比拼上不如对手 但在质的层次上已经足以形成碾压 所以 这一次交手 杨开才会略占上风 愈发暴力的气息 自倒塌的残缘断壁中生腾 刘子安庞大的身影 自破烂的厢房中一步步踏出 每一步落下 似让大地都为之颤抖 他浑身上下黑气萦绕 就连一双眸子 都彻底变成了黑色 恶狠狠地盯着杨开 咬牙嘶吼 小子 你找死 化落之时 和身便朝杨开扑杀而来 迅疾如电 身在半空中 两只拳头便化作漫天拳影 朝杨开当头照下 杨开本就要把事情搞大 此刻自是不会退缩 迎头栏上 请客间与刘子安站成一团 这边争斗的动静不小 很快便惊动了古堡内方方面面 一个个分散在各处的领主接连现身 远远观望 待看到居然是鬼寥大人的墨图 和御主大人的墨图在交手 都吃了一惊 不知道这边到底发生了什么 竟让这两个人族大打出手 生死相向 不过这些领主 倒是没有插手或者阻拦的意思 对他们来说 出身人族的墨图 纵然已被墨之力侵蚀 与他们高贵的血脉 也不是一个物种 自不会在意谁生谁死 反而看得津津有味 指指点点 小院的战场中 杨开与刘子安的战斗激烈非常 而随着激战 杨开发现这个刘子安 对自身力量的运用 果然有问题 他的一道道攻击 时而势大力沉 就连杨开如今抵挡起来 也颇显得吃力 时而又忽然变得软绵绵没有力道 被杨开寻得破绽 拳拳到肉 打得痛苦嚎叫 这样的情况 当然不是刘子安 对自身力量的灵活运用 而是他的发挥极不稳定 偶尔能发挥出他真正的实力 偶尔却又有心无力 真正根基扎实的开天镜 是不可能遇到这种问题的 能一路修行至开天镜 对自身力量的运用 早就登峰造极 又怎么可能出现这种状况 刘子安的欺品来之不正 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而如他这种状态 真的上了战场 那也是很快就会陨落的下场 只需被对手寻得一丝丝破绽 便可取他性命 即便是杨开如今 想要杀他也不是什么难事 不过杨开并没有这个打算 刘子安虽说已经不可能就回来了 就算动用净化之光 驱散了他体内的墨之力 小乾坤也会因为 无法承受七品开天的力量 而崩塌身语 但他毕竟是鬼疗麾下的墨徒 真在这里杀了他 鬼疗肯定要恼羞成怒 刘子安有一句话没说错 黑渊闭关疗伤数年光阴 此前又让鬼疗代管领地上一切事宜 真把他激怒了 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 激战半赏 刘子安已经全面落入下风 这让他愈发狂怒 原本以为杨开根基有损 必不是自己对手 如今交手之后才知道 事情跟自己想的完全不一样 根基受损都有如此本事 怪不得全胜状态 能杀了那么多领主和墨族 此刻刘子安倒是有些骑虎难下 只能疯狂地催动自身力量 企图压制杨开 同时祈祷他根基受损 必不能持久 而他越是催动自身力量 周身萦绕的黑气 就遇事浓郁 整个人弥漫出来的气息 也愈发危险 他自身恍若未觉 杨开却是隐隐有所洞察 强行催动自身 原本根本无法驾驭的力量 这个刘子安怕是很快要被自身的力量反噬了 到时候不死也要变废人 便在这时 杨开心头忽然移动 稍稍放缓了攻势 刘子安见状 正欲追击 一声怒吓忽然传来 都给我助手 话落之时 一道身影从天而降 净直落在杨开与刘子安中间 杨开见机得快 迅速往后跳出几步 刘子安已被愤怒蒙蔽了心神 狠狠倒出的一拳 是大力臣 瞬间席致这人面前 不过在看清来人面貌之后 刘子安顿时吓了一跳 连忙收拳 凶猛的攻击没有打出去 反而强行收回 小乾坤一阵激荡 一身天地伪力 都变得紊乱至极 噗 这一声 刘子安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终是没承受住自身的反噬之力 气息变得萎抿了不少 强打着精神 刘子安抱拳 主人 鬼疗冷悠悠地瞥了他一眼 只把他看得汗流加倍 两股战力 墨图在自己的主人面前 本就受到天然的压制 而且这一次 好像还把事情搞砸了 刘子安自然惶恐不安 鬼疗大人 杨开也抱拳问候 心中冷笑不迭 总算把你给惊出来了 看鬼疗出场的架势 方才他确实不在古堡内 不过两位七品开天的大战 波动足以传至小半个领地 鬼疗只要在附近 自然是能感知到的 鬼疗闻声 转过头 看了看阳开 面上怒气显而易见 狱主大人闭关疗伤这才多久 古堡那两个墨图居然大打出手 导致古堡大片建筑损坏 不管起因为何 都是他同管不利 这个责任他得担在身上 回头狱主大人出关若是问起 搞不好要被训斥几句 虽说不会有什么大碍 但总归是不爽的 谁能告诉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鬼疗声声问道 刘子安唯唯诺诺说不出话 总不能说是杨开拒绝了他的提议 又找他讨要之前送的开天丹 两人一言不合打起来了 刘子安说不出 杨开却是中气十足 抱拳道 鬼疗大人 我要控诉刘子安 七杨某出来乍道 不通墨族人土风情 尽借大人的名义 向杨某索要种种好处 杨开话一出口 鬼疗便心中一沉 有些后悔 自己刚才问了句蠢话 方才他盛怒之下 也没多做考虑 如今想来 应该将这两个人族 带到僻静处询问 也省得被这许多领主暗中观望 有这事 鬼疗微微眯眼望向刘子安 刘子安面上冷汗直流 绝对没有 杨开斜眼看来 你敢说我出来那一日 你没有说我开天丹 刘子安怒道 那可不是我找你要的 是你自己给我的 杨开冷亨 你若不开口讨要 我又怎会给你 确实 你没有明言直讨 但话里话外 无非就是那个意思 杨某又不是傻子 自会揣摩 我出来乍道 自是不敢忤逆 只能忍痛割舍 转头看向鬼疗 抱拳道 鬼疗大人明见 可怜我手上只有一点点开天丹 还分润了一半与他 原本以为能结个善缘 熟耀这家伙贪得无厌 觉得我送他的东西价值太少 今日居然借助鬼疗大人的名义 又世子大开口 你休得胡言乱语 刘子安大怒 唯恐阳开将今日之事捅破 虽说古堡内的莫族 都知道鬼疗的癖好 甚至可以说 这种癖好 很多莫族都有 但知道归知道 被人当众说出来 就不好了 有些是暗地里做没什么关系 摆在明面上就不好看了 尤其是杨开身份特殊 是御主大人亲自默化的默图 如果不是这一层关系也没什么 关键是 这一层关系实在要命 连御主大人麾下的默图 都敢打主意 这哪还把御主大人放在眼里 这种事可大可小 王小了说不值一提 又不是要杨开的性命 王大了说 那可就是蔑视上风 御主大人 若真心怪罪下来 鬼疗也躲不住 如果鬼疗能偷偷摸摸将事情办下来也没什么 原本在他的考虑中 杨开一个心来的默图 自然不敢有什么反抗 而且损失一点天地伪力并无大碍 谁知杨开居然悍然如丝 是块难啃的硬骨头 鬼疗眼角跳了跳 默然不语 杨开道 大人就不想知道他如何败坏你的名声吗 话敢话到这份上 鬼疗即便不想刨根问敌也不行了 那倒是显得自己心虚 呵呵一笑道 说来听听 脸上虽有笑容 那眼中却全是杀鸡 杨开仿若未觉 朗声道 狱主大人闭关疗伤之前 曾吩咐鬼疗大人 寻一枚玄聘灵果于我 属下这些日子 一直在等待 却是毫无音讯 今日本是要去寻大人问问情况的 大人不在 只能去找刘子安了 这家伙仗着是大人麾下的默图 便与我狮子大开口 直言讨要海量物资 只要满足他的要求 他便替我向大人你敬言 祝我早日得到玄聘灵果 还说 言至此处 欲言又止 似难以其口 还说什么 鬼疗咬牙 杨开皆道 还说那些要求 并非为他自己 而是为了鬼疗大人你 大人 玄聘灵果之事 可是狱主大人亲自吩咐下来的 我相信 鬼疗大人定不会马虎懈怠 又何须他来相助 大人行事 更不是 他一个默图能够左右 属下识破了 他丑陋的嘴脸 他便恼羞成怒 属下这才与他打了起来 还请大人明察 一番话听得 刘子安瞪大眼睛望着杨开 都惊呆了 本章完 第五千一百二十五章 你很不错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刘子安压根没想到 杨开居然会这么胡扯一通 而且一番义正词言 搞得好像真是如此一般 当即反驳 没有的是 杨开老神再再忘取 没有的是 那刘兄你倒是说说 咱们为何争执不休 我一个新来的默图 总不能自找麻烦 平白无故得罪于你吧 刘子安怒道 那当然是 杨开逼试着他 当然是什么 刘子安一时无言 今日 他跟杨开提的要求 实在不宜在大庭广众之下宣之于口 毕竟 这是他揣摩鬼疗的心思所为 真要是说出来 鬼疗可就下不了台了 他身为鬼疗的默图 又岂敢将自己的主人 置于这种尴尬境地 杨开当即道 看 他说不出来 鬼疗大人 事情已经明白着了 非是我愿意与他发生冲突 实在是此人欺人太甚 还望大人明察 鬼疗深深地望他一眼 又看向刘子安 眼神凌厉 废物 刘子安满嘴苦涩 塞过彻黄帘 鬼疗的训斥 更是让他如芒刺背 惶恐不安 而一切的缘由皆是阳开 只能将这份怨恨记在心中 待日后再报 不管起因如何 你二人身为默图 竟敢在御主大人的宝内大打出手 导致宝内多有损坏 都要受到责罚 刘子安 刘子安颤声道 属下在 罚你三枚天地球 刘子安脸色顿时一变 苍白无比 祈求地望着鬼疗 大人 再敢啰嗦 那便是五枚 鬼疗冷哼一声 刘子安顿时不敢再出声了 但那脸上的悲愤和委屈 却是显而易见 至于你 鬼疗冷悠悠地朝阳开撇来 罚你一枚天地球吧 阳开虽不知这惩罚到底是什么意思 但也知道定然不是什么好事 否则刘子安听了不至于有那样的表现 立刻抱拳道 鬼疗大人 我可是受害者 受害者 鬼疗冷笑一声 你们人族有句话说得好 一个巴掌拍不响 今日之事 你二人皆有过错 本领主这般处理 便是御主大人 也不会有什么意见 怎么 你不服 能服才怪 阳开咬了咬牙 好片刻才到 属下领罚便是 鬼疗深深地瞧他一眼 汉手道 你很不错 大人过家 阳开淡淡应道 看什么 都散了 鬼疗忽悠一挥手 冲四周围观的众多领主呵斥道 那些领主这才散去 眼见鬼疗要走 阳开又喊住了他 大人 御主大人交代下来的玄品领果 什么时候能给我 鬼疗头也不回 等着 本领主找到了 自然会给你 少请不见了踪印 至于什么时候能找到 他却是不说 阳开估计 自己这么一闹腾 短时间内 是不可能得到什么玄品领果了 不过他也没什么好后悔的 鬼疗要他敞开小乾坤 吞噬他的天地为力 这种事 阳开无论如何 都不可能答应 只不过 玄品领果之事 非得解决了不可 否则等子树自我修补好了小乾坤 自己可没办法解释 忽然感觉到仇恨的目光 从旁边望来 阳开扭头瞧去 正见刘子安目光喷火的望着自己 顿时吃笑一声 洒脱离去 只把刘子安气得 差点又吐出一口血来 这一趟激战 刘子安不但在他手下被打伤 还被鬼疗责罚 更连住处都毁了 可以说是吃了大亏 反观阳开 虽然也被责罚 但比他要轻多了 刘子安如何能够忍受 杨开却懒得理会他 这个磨徒已经就不回来了 杨开也不好杀他 只能放任他自生自灭 返回住处没多久 便有一个尚未磨足前来 交给杨开一枚天地球 说是鬼疗大人吩咐下来的 然后便走了 天地球这东西 杨开自然是见过的 当初跟在怒烟身边 这家伙带着他前往各处领地 与其他磨徒血战 赚取的磨币 大多都买了天地球来修行 那怒烟一直有一个梦想 便是攒够了磨币 前往磨朝中晋升领主 只可惜 这个梦想还没来得及实现 便在虚空中被冯阴给杀了 对磨足来说 天地球是修行的物资 每一枚都价值不菲 不是随随便便就能买的 那怒烟要不是因为杨开实力标饼 每次血战都能获胜 也赚不了磨币不断地去买天地球来修行 怒烟麾下另一个磨徒丁四 最初曾与杨开说过 天地球中的天地伟力 基本都是在战场上收集来的 人族开天境的阵亡 小乾坤崩塌 天地伟力一散 天地球便可收集封存 后来杨开觉得这有些不合常理 战场上陨落的人族 开天境确实不少 但也不至于多到供应磨足 天地球的程度 丁四这才告诉他 磨徒们也可以往天地球中 灌入天地伟力 而这才是磨徒这边 制造天地球最常见的方式 所以任何一个磨徒 对磨徒来说都是 宝贵的财富 磨徒忠心耿耿 绝对不会背叛自己的主人 战时可以跟随上阵厮杀 闲暇之时更可以制造天地球 供自己的主人修行 只要磨徒不死 身为主人的磨足 便有源源不断的天地球可以使用 怒艳当初便曾买过几个空白的天地球 让丁四他们 往其中 灌入自身的天地伟力 杨开因为战力标柄 是他的摇钱术 所以遍免了这个任务 只需要在各处血斗场内打赢就行 今日杨开刚听到鬼疗 对自己的惩罚的时候 还有些没反应过来 不过在拿到这一枚空白的天地球之后 他总算明白鬼疗是什么意思了 这明显是要自己 往这天地球中 灌入天地伪力 每一枚完整的天地球诞生 都耗时漫长 以杨开如今七品之身 手上这一枚天地球 想要灌满的话 最起码也要数月光阴 不但浪费了修行时间 还损耗了自身的底蕴 这种事 杨开怎会去干 鬼疗这家伙 连玄品灵果都不给自己 他又岂会帮他制造天地球 只是如今公然得罪了鬼疗 以后的日子 怕是不会好过 最起码 在黑渊出关前的这几年 需得小心谨慎 免得被他找到机会刁难 而且杨开还需得想办法 完成此行的任务 打探出那炼器大师的身份和位置 不过眼下对他来说 最要紧的还是玄品灵果 这东西指望不上鬼疗 只能自己想办法 沉吟了许久 杨开起身走出房间 古堡内一切如常 来来往往的墨族 倒是有些好奇地观望他 毕竟才刚来没几天的墨图 便在古堡内大打出手的 他们还真没见过 杨开随手拉住了一个墨族 开口问道 可知扎古住在何处 那墨族一脸茫然 哪个扎古 扎古虽是领主级别的强者 但在黑渊这领地上 如扎古这样的领主数不胜数 古堡内的墨族 又岂会全都认识 杨开也不气馁 见一个墨族便问一个 接连问了十几个 总算有了点眉目 据那稍微知情的墨族所说 扎古具体住在何处 他也不清楚 或许杨开可以去领地某个方向搜寻一二 如扎古这样的领主 一般都喜欢在城池之外 自寻一处满意的位置 圈出属于自己的领土 这也是黑渊乃至所有御主默认的 只不过 没有能力得到墨巢 就没有真正意义上 属于自己的领地 杨开道谢一声 迈不朝那个方向行去 沿途也不见什么阻拦 看样子 经过方才的事 鬼疗也不准备在自己身上 在节外生枝 这一整个巨大 如乾坤世界的福禄 都是黑渊直属的领土 他麾下领主们 在虚空中 各处占据的所有的疆域 便是他所有的领地 墨巢和古堡所在的位置 算是这福禄的中心地带 也是这一块 福禄最繁华的地方 城池中也没有禁飞一说 阳开出了古堡直飞冲天 半空中高来高去的墨族数量 着实不少 不少墨族感知到他人族的气息 都好奇打量过来 不过却没人为难他 更没有墨族打他的主意 毕竟他欺品开天的修为 也不是随便哪个墨族能俘获的 很快 杨开便离开了这巨大城池 往前飞行不过数十里 杨开便见到下方有一处庄园 暗暗猜测 那应该是某个墨族领主的地盘 也不犹豫 直接飞落了下去 更没有收敛自己的气息 他还没有落下 那庄园某处便有一道魁梧身影 冲天起 迎面来 韶寝便站在杨开面前 上下打量杨开一眼 露出惊奇表情 七品墨图 这一块浮路上 七品开天的墨图 数量可不多 他大多都是见过的 杨开面容陌生 自然让他感到奇怪 唐扰 杨开抱拳 敢问这位大人 知道扎古大人住在何处吗 那领主不答反问 你是谁的墨图 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杨开客客气气回道 我是御主大人的墨图 奉鬼疗大人之命 前来寻扎古 有事相伤 那领主顿时露出恍然的神色 你就是御主大人新收的墨图 怪不得以前没曾见过 本章完 第5126章 生才之道 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杨开闻言其道 此事已经人尽皆知了 那领主呵呵一笑 御主大人的事 我们自然多有关注 杨开恍然 原来如此 知道杨开是黑渊麾下的墨图 这领主的神态温和不少 开口道 你想找扎古的话 往这个方向去 按你们人族的说法 他就住在差不多三千里之外的地方 杨开顺着他指引的方向望去 抱拳道 多谢了 辞别这位领主 杨开直朝那个方向略去 区区三千里 不过片刻便已抵达 远远的 杨开便见一座类似黑渊古堡的建筑 屹立在一座荒山之上 而放眼望去 方圆百里之外 也没有其他 墨足居住的痕迹 如果没有弄错的话 那这里 应该就是扎古所居之地了 杨开身形飘落在古堡前 神念感知之下 这古堡内有不少 墨足生存 不过基本上 都是一些上不得台面的下位墨足 上位墨足都极为稀少 古堡最深处 还有一道杨开熟悉的气息 应该就是扎古 确定对方就住在此地 杨开当即开口呼唤 扎古凶 一声之下 古堡震动 众多墨足寻声望来 似在疗伤之中的扎古 更是被惊动 徐徐睁开双眸 船头虚空望来 少请 古堡大门敞开 扎古从里面脉步走出 惊奇地望着杨开道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杨开拱手笑道 特意前来拜会扎古兄 万万没有叨扰才好 扎古微微汗手 进来说话吧 随着扎古进了古堡 来到一间亭市中 兵主落座 可是御主大人有什么吩咐 扎古开口问道 在他想来 杨开身为墨徒 居然独自一人跑到这里来 极有可能是得了 御主大人的什么命令 谁曾想 杨开摇头道 御主大人自那一日 入墨朝疗伤 一直未曾露面 听说要好几年时间呢 原来不是御主大人 有什么事找自己 扎古不禁松了口气 今日是我自己 来找扎古兄 有事想要请你帮忙 杨开道明来意 扎古微微皱眉 我能帮你什么 虽说杨开是黑渊挥下墨徒 急得黑渊看重 但毕竟只是墨徒 扎古愿意结交他 却不至于讨好他 所以得先打探清楚 要帮什么才能做决定 杨开叹了口气 悠悠道 我是想请教扎古兄 墨族这边有什么生才之道 生才之道 扎古一脸意外 就是赚钱的法子 杨开倾咳一声 你也知道 我人族将士出战 一般都不会携带什么物资 前些日子被玉主大人收服 如今我小乾坤受损 需要玄聘灵果修补 本身又要修行 需求物资 可玉主大人进了末朝闭关疗伤 我这边身无常物 无论是修补小乾坤还是修行 都无法满足啊 扎古不解道 玄聘灵果的话 玉主大人闭关之前 不是说要鬼疗大人找一枚给你吗 以鬼疗大人的地位 寻一枚玄聘灵果来 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或许吧 杨开点点头 不过 我好像得罪了鬼疗大人 他那边未必愿意给我找寻 扎古文言一惊 你得罪了鬼疗大人 怎么回事啊 杨开无奈 将之前与刘子安的冲突和起因说了一遍 扎古表情古怪的望着他 就因为这个 你便得罪了鬼疗大人 听他的语气 似是答应鬼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想不明白杨开为何会拒绝 杨开双手一摊 扎古兄也知道 之前我两次割舍了自身小乾坤 本就根基受损 实力大跌 若是再让鬼疗大人吞噬我小乾坤的力量 搞不好要品阶跌落 真出现这种情况 我对御主大人又有何用 到时候 岂不是要变成废物 这倒也是 扎古点点头 所以逼不得已 只能让鬼疗大人失望了 可如此一来 玄品灵果怕是指望不上了 扎古皱眉道 不至于 御主大人吩咐下来的事 他不敢不遵从 只不过可能需要等一阵子 杨开心 说我哪里等得起 子树时时刻刻都在修补自身小乾坤 不赶紧找一枚玄品灵果掩盖一下 小乾坤的秘密都快暴露了 却听扎古宽慰道 放心 在御主大人出关前 他肯定会给你找来玄品灵果的 杨开摇头道 求人不如求己 玄品灵果我自己想办法 城内应该有卖的才对 扎古道 确实有卖的 不过这东西一直很贵 所需磨必不菲 所以我这不是来找扎古兄 请教生才知道 不知扎古兄何以教我 杨开一脸虚心地望着他 扎古面露难色 鬼疗那边 既然已经放出话来了 他若是这个时候帮助杨开 等于是得罪鬼疗 为了一个磨图 明显是不划算的 且不说他 本来就没什么办法 就算是有也未必愿意说 杨开察言观色 当即道 扎古兄放心 若真有合适的方法 让我能够赚取墨壁 我必有重险 扎古面色微动 想了片刻才道 对你这情况 哦 确实有一个办法 杨开眼前一亮 哦 不知是什么办法 扎古道 天地球知道吗 我可以出资给你买一些原始的天地球 由你出手往其中灌入力量 再倒卖出去 如此一来 一枚天地球 便可赚得不少墨币 你只需弄十枚天地球出来 应该就可以买一枚玄品灵果了 杨开眼角一抽 没想到他说的居然是这个方法 当即摇头道 扎古兄莫开玩笑 我如今连自身修行都无法保证 哪有余力去灌注天地球 真这么弄 必然要品节跌落 到时候得不偿失 这倒也是用你们人族的说法 这叫杀鸡取卵 杨开心说杀鸡取卵能用在这里 不过也懒得纠正 话锋一转道 我听说城内有血斗场 你想去圆血斗 扎古立刻明白了杨开的用意 杨开汉手 不过如此一来 需要一位真正的莫足领着才行 而我思来想去 也只有扎古兄最为合适了 若是扎古兄能出面与人对赌 我并不会让你失望 到时候所有得力 我与扎古兄对半分仗 扎古摇头道 这确实是个好办法 但对你来说是不成的 此话怎讲 杨开不解 扎古解释道 既是血斗 那自然是要实力相当 你一个七品 在血斗场中可没有合适的对手 那边参与血斗的莫途 都是七品之下 杨开仔细想想 当初跟着怒烟四处血斗的时候 好像确实没有看到七品开天之间的争斗 如今看来 一则是七品开天出手威力太大 二则也是七品莫途数量不多 莫足极为珍惜 自然不会让其轻易上血斗场 承担陨落的风险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好在杨开另有准备 当即悠悠一探 看样子只能辛苦些 出卖手艺了 扎古好奇道 手艺 什么手艺 杨开道 以前在战场上我就发现了 莫足这边 似乎很少有动用秘宝作战的 不说那些上位莫足和下位莫足 便是领主级别的莫足 也嫌少使用秘宝的 莫足这边 似乎更习惯运用莫之力 和种种秘术与人族争斗 扎古汉手道 莫之力 是我莫足力量的根源 就如人族的小乾坤的天地伟力一般 我莫足本身也比人族更加身强体壮 却不安练气之道 莫足这边的秘宝 基本上都是从人族手上抢来 又或者是人族莫图炼制的 所以极为稀少 然而从人族手上抢来的秘宝 大多又都不适合莫足使用 杨开道 扎古兄有自己的秘宝吗 扎古摇头道 以前曾得到过一柄人族长剑 但那东西品杰好像不是很高 又不太适合我使用 用过一次便丢了 杨开想了一下 扎古这巨大体型 拿着一柄人族长剑 简直跟他持着一柄小小的匕首 没区别 在战场上 确实难以发挥出威力 微微挑眉道 若是我帮扎古兄量身练制一件秘宝呢 扎古微微一正 你会练制秘宝 略懂一二 你真会练制秘宝 扎古脸色震惊 那你不是人族中的练器师 杨开矜持含笑 算是吧 扎古上下打量他 显得有些惊异不定 你方才所说的出卖手艺 就是这个 自然 杨开皱眉道 扎古兄信不过我 扎古摇头道 倒不是信不过你 只是 有些意外 你居然是练器师 人族那边对练器师的保护 向来不遗余力 你怎会出现在战场上 杨开道 练器只是闲暇时的爱好 并没有用过太多心思 我是练器师的事 人族那边也很少有人知道 自禁声开天 我便不曾练器了 不过虽然放下很多年 但手艺应该还在 身子微微前倾 语气蛊惑 扎古兄要不要试试 若有一件衬手的秘宝 战场上或许能够如虎添翼 扎古乃受得了这样的诱惑 当即起身 随我来 本章完 第5127章 精炼大吉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跟着扎古 往古堡深处行去 一路往下 足足走了有千丈之地 这才忽然来到一个巨大的溶洞之中 热浪扑面来 杨开放眼望去 顿时露出意外的神色 因为这地下溶洞中 竟有天然地火涌动 而那无所不在的热浪 正是地火弥漫导致 这溶洞内 更有一些人足静置的痕迹 整个溶洞 都被一座大镇笼罩着 地火汇聚处 正是大镇的正中心 溶洞四周 还摆放了一些杂七杂八的材料 许多材料看起来 都像是被人使用过的样子 杨开眉头一皱 露出不解的神色 扎古静止朝那大镇中心行去 活物的气息 似引动了大镇的威能 足以容金是欲的地火 对着扎古吞吐火蛇 扎古浑然不理 催动莫之力 笼罩住大手 探手朝地火之中抓去 等他大手从地火中抽出来之后 手上已经多出遗物 扎古从大镇中心退出 将手中之物抛给杨开 你看看这个 杨开伸手接住 双臂微微一沉 以他的蛮力都如此表现 可见此物的重量如何 这赫然是一杆大吉 长约五丈左右 粗弱人腿 这样一杆大吉杨开 抱在手上 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但这东西 明显与扎古的体型相得一张 这是 杨开惊奇地打量这杆大吉 神念感知之下 很快便有所洞悉 人族的炼器之物 转过头 惊奇地望着扎古 这东西哪来的 以他的眼力自然可以看出 这大吉 虽出自人族炼器师之手 但并没有炼制完全 只是粗糙地有了一些雏形 这样的东西 拿到战场上是发挥不了作用的 在人族开天境的力量下 很容易就会摧毁 我手下原本有个墨图 那家伙略懂炼器 耗费了不少时间和资源 便为我炼制了这个东西 杨开愕然 没想到竟是这样 我之所以将住处安置在这里 也是因为他的建议 这里有他炼器需要的地火 方便他发挥自身所长 只可惜没等他将这东西炼制好便 不过临走之前 他留下了布置 主妇我将这东西放在地火中瘟养 百年后或许就可以使用了 杨开闻言摇头道 没用的 根基不成 即便再怎么瘟养 也难成气候 扎骨眉头一扬 此话怎讲 杨开道 我不知你那墨图的炼器术是什么等级 但在我看来 炼制手法粗劣不堪 这秘宝从根基上就已经定型了 就算百年后瘟养成功 你所得到的也仅仅只是一件下品密宝 扎骨眼睛微微发亮 这么说来 你的炼器水准要高过他 杨开傲然一笑 那是自然 扎骨不免激动 若是由你出手 能炼制出什么样的东西 杨开略意沉吟 人足开天镜所使用的密宝 一般分上中下三品 对应的是人足开天镜上中下三大品阶 能炼制上品密宝的 无意不是宗师级别的炼器师 我的炼器术马马虎虎 远不到宗师 不过炼制中品还是没问题的 在炼器术上十年苦修 而且教导他炼器的 更是出身神鼎动天的柴昊 此人是东郭安平做下六弟子 炼器术精妙 虽比不上东郭安平这等大宗师 但也是宗师级别的了 这样的人亲自教导 就算资质再差 十年功夫也能有所成长 更何况炼器与炼丹之道 很多都有通用之处 杨开本身还是七品开天 悟性不俗 那十年间跟随柴昊修行炼器术 自身记忆可以说一日千里 如今他在炼器之道上的水准 多少也算登堂入室了 然而受限天资 在炼器之道上 杨开注定不会有太大的成就 或许将来某一天能够成长到炼制上品秘宝的程度 也就是宗师级别 但那就是他的极限 终其一生都无法突破的极限 终究不可能成就如东郭安平这样的大宗师 师从神鼎动天 且不说杨开如今炼器水准如何 但是眼力已不是一般的炼器师能比 这大吉在他眼中 各种粗陋之处一目了然 只不过杨开也没想到 扎古麾下原本竟有一位炼器师 不过看着大吉的炼器手法 这炼器师的水准着实不怎么样 而且如今既然没见到 想来是已经在战场上陨落了 好在那炼器师提前有所布置 将大吉放在地火中慢慢温养 百年后 扎古还可以得到一键下品的开天级秘宝 然则以他领主级别的修为 在战场上催动一键下品秘宝 对自身战力的帮助尾时太小 另一边 扎古的神色明显更激动了 你可别骗我 杨开吃笑一声 骗你作甚 口说无凭 你先照这个秘宝的样子 给我练一键出来 所有材料由我提供 若能成功 本领主自有重贤 好说 杨开一口答应下来 他来这里的目的本就为此 只是没想到 事情进展的竟如此顺利 而且 这便已有炼器师所需的异音环境 可以说他也是成了扎古麾下 那莫图炼器师的遗则 俯着手中那大吉 杨开上下瞧了一阵 道 重新炼制的话 未免太浪费 此物炼制手法 虽然粗劣了一些 但已然成型 所用的材料 却是珍贵得很 只需精炼一番便可 需要什么 我去准备 扎古兴致勃勃 杨开道 一些修行恢复用的物资吧 只要这些 扎古有些意外 杨开点点头 这倒没什么难办的 扎古很快便倒过出一枚空间借来 递给杨开 你且看看这些够不够 杨开接过一看 戒指中竟有不少开天单 还有几套五品六品的物资 那些五品六品的物资来源不可考证 但开天单这东西 只有人族能炼制 而且只对人族有用 扎古手上有 明显是从战场上收缴的战利品 从这开天单的数量来看 死在扎古手上的人族将士 多少有那么几个 杨开面色平静 将空间借收起 又检释了一下 这溶洞中的大阵 转头望向扎古 此地大阵的控制阵牌呢 扎古一拍脑袋 忘了 这般说着 便抛了一枚阵牌过来 杨开接过 催动力量炼化 这东西炼化起来并不困难 前后不过十几个呼吸 便已炼化完全 持此令牌 此地大阵便可由杨开掌控催动 这对炼器有极大的帮助 毕竟借助此地地火之力的话 炼器可以事半功倍 一切准备妥当 杨开伸手在虚空中一握 一柄闪烁着荧光 仿佛铁锤一般的东西便出现在手心上 铁锤无名 乃是柴昊赠送给他的 这也是柴昊早些年炼器所用之物 不过后来 有了更好的 便没再使用了 他也是见杨开在炼器之道上 颇有些资质 而且求学之心 如饥似渴才会赠送 否则又怎会割爱 这东西对他如今没用了 可毕竟是成长的见证 有特殊的意义 虽然对柴昊无用 但对杨开来说 却是一件好东西 以他如今的炼器水准 也只能勉强催动这铁锤的部分威能 更好的炼器之物 他也用不了 众若万钧的大吉 被杨开随手一拍 整个都插进了地下 直直竖起 扎古观望中 只见他对着那大吉 抡起了手中大锤 狠狠砸下 那大锤抡起时 弥漫在这溶洞中的地火之力 疯狂地朝大锤中灌入 只让整个大锤 都变得一片通红 光的一声响动 震耳发溃 这样的一击 原本应该将整个溶洞都摧毁 然而离奇的是 所有的力量都加注在大吉之上 没有半点余力外溢 这显然是杨开对自身力量的控制 以登峰造极 没让自身力量有半点浪费的缘故 但是这一手 便让扎古看得眉头一扬 领主与七品开天 本质上是同一个品阶的 但这一手力量的控制 他却是做不到的 由此可见 自己与杨开之间的差距 心说怪不得人家能杀的墨族大军 损失惨重 不过眼前一幕 却让他看得迷茫至极 以前他挥下那个墨徒炼器的时候 他也曾在旁边观望 虽然不懂炼器之道 但那墨徒炼器时 手法精妙优美 悬傲至极 偏偏杨开这边 竟是如此粗暴拙烈 看着竟像是打铁 心中不解 只听又一声光的响动传出 一声又一声 连绵不绝 杨开每一次挥动手中大锤 四都用尽了全部的力量 那每一锤之间更是节奏分明 丝毫不差 每一次挥动大锤 都引动了大阵的地火之力 手中铁锤一片通红滚烫 如此响声 接连八十一响 一杆大挤被杨开从头锤到尾 初始扎古还没察觉到什么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分明感觉到 那只有雏形的大锤 四盈盈有过变化 只不过这个变化 有些说不清到不明 他也不知 到底是不是自己的错觉 而八十一锤之后 杨开的气息明显有些不稳 当即收了铁锤 盘歇而坐 掏出大把开天丹来吞服 扎古也知他小乾坤受损 实力大跌 方才那一番思维恐怕消耗不清 便安静地站在一旁不敢打扰 本章完 第五千一百二十八章 千锤百炼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直到数日之后 杨开才气息平复 睁开眼帘 扎古上前一步 学着人族的样子抱拳道 杨兄辛苦 杨开微微一笑 应该的 扎古兄如此信任我 我自不会让扎古兄失望 扎古不解道 以往我也曾见我那默徒炼器 只是好像与杨兄之前所为 有些不同啊 杨开笑了笑 人族炼器术 犹如百花齐放 流派不同 炼器手法自然有所区别 我不知你那 默徒师从那一派 但我这手法 换作千锤百炼 算得上人族极为古老的一个流派 可是经历过岁月考证的 扎古恍然 原来如此 这倒不是杨开在随口胡扯 他方才精炼那大己的炼器之法 确实换作千锤百炼 这种手法尤其适合炼制进攻和防御秘宝 即便在神鼎天中 也是需要一定的地位才有资格修行的 杨开跟随柴昊修行炼器术 有东郭安平和忠良两人发话 这千锤百炼之法他自然不会藏私 扎古兄不必多虑 待到攻城之日 自可见分晓 杨开宽慰一声 扎古连连汗手 我自是信得过杨兄的 那我就继续了 杨开说了一声 站起身来 又提起那大锤 催动自身力量 牵引地火之力 一锤又一锤 凶猛锤打着大忌 扎古所见到的 只不过是一些表象 他那每一锤之下 不但催动了自身的全部力量 引动了地火 更让大忌在内部得到了淬炼 一道道静置 随着大锤的挥动 被砸进脊中 从内而外洗涤着整根大忌 日复一日 地下溶洞中 轰不断传出震耳发聩的声响 杨开的动作 也是石块石慢 偶尔一锤落下 动作缓慢 仿佛轻轻敲击 偶尔众若山岳 时而再迅疾如雷 敲击的声响连绵一片 每隔一阵子 杨开都要休养恢复 初始扎古还兴致勃勃地观望等待 不过时间一长便失了耐心 更何况上次大战 他也受伤在身 至今没有痊愈 也是需要休养的 如此一来 每隔十天半月 他便下来查探一番 而每一次查探 都可以清楚地感觉到 大戟有明显的变化 足足三月之后 当扎古再一次下来查探 情况的时候 只见杨开盘膝坐在地上 面前一杆赠量的大戟 直直一礼 与最初的大戟相比 眼前这东西细了一大圈 长度倒是没怎么变化 但扎古明显能感觉到 这大戟中 时时刻刻都溢散着一种灵力之气 如果说最初的大戟 是一枚蒙尘的明珠 那么现在这明珠 已经被擦拭了尘埃 绽放耀眼光芒 扎古的呼吸 都忍不住急促了一瞬 漫步上前 一把握住大戟 将它拔起 随手挥动了一下 只感觉无论是重量 长度还是粗细 都与自己极为契合 仿佛是为自身量身打造而成 而大戟戟身上 更有一道道复杂的纹路 催动莫之力灌入其中 大己嗡名一阵 仿佛苏醒的猛受在咆哮 那一道道复杂如螺旋一般的纹路 竟能增强它莫之力的威能 情不自禁地 扎古面上浮现出笑容 莫族苦啊 虽然有莫之力可以依仗 身体也比人族更加高大强壮 但自古以来便不通练气之术 在两族交战中 不知吃了人族秘宝多少亏 偏偏人族秘宝花样繁多 防不胜防 两军大战 不知有多少莫族 死在人族秘宝的威能之下 若是莫族也有炼制秘宝的能力 人族早就不堪一击了 可即便是他这样的领主 想要一件属于自己的秘宝 也不容易 无他 从人族那边抢来的秘宝 并不适合自己使用 难得自己麾下有个莫徒略懂炼气 炼制出来的东西 却不怎么样 不曾想 今日居然得了一件 由此秘宝在手 扎古觉得自己的实力 最起码平白提升了两成 两成的增幅虽然不多 但关键时刻 足以反败为胜 是可能救命的 更何况 这样一敢大己在手 即便不催动威能 随手挥舞起来 也杀伤不俗 扎古几乎已经可以遇见 日后在战场上 自己所向披靡的场景了 看样子 扎古兄对此宝甚是满意 杨开的声音忽然传来 扎古扭头望去 这才发现 杨开已从打坐中醒来 笑淫淫地望着自己 满意 太满意了 扎古哈哈大笑 这东西算是炼制好了 杨开道 炼制此物的是你麾下那墨图 我不过是将之精炼一番 以我如今的记忆 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这算是中品秘宝 扎古问道 自然 杨开微微汗手 以他的眼力来看 这大己勉强刚入中品秘宝的行列 算不得精品 不过对扎古来说 已是极好的东西了 要不然 他也不会如此欣喜 杨兄练气之术 果然了得 扎古赞叹 能够精炼这大己 可见杨开的练气水准 比他墨图要高出很多 毕竟拿墨图出手 耗费了不少岁月和材料 才练制出一个雏形而已 扎古凶谬赞 杨开谦逊一声 扎古又端向了手中大己己眼 这才将之郑重收起 望着杨开道 此前说过 若是杨兄能满足我的要求 本领主必有重献 这样 杨兄有什么想要的 尽管说 与我 我尽量满足你 杨开是笑道 我如今想要什么 扎古兄难道还不知道吗 扎古文言正了一下 玄机了然 我明白了 不过一枚玄品灵果 价值可不菲 我就算付出所有资产 也未必能买得起 杨开道 若是扎古兄能帮我 购得一枚玄品灵果 我可为你再练制一件贴身保甲 品质不会比这大己差 扎古略微沉吟 想起日后战场上 自己身披保甲 手持保脊 所向披靡的场景 不禁怦然心动 当即汉手 成交 杨开补充道 炼制保甲的材料 须由你自己出 这是自然 我什么时候能得到玄品灵果 不出三日 我必为你找来 这般说着 扎古便转身离去 显然是去想办法购买玄品灵果了 他虽只是一个莫族灵主 但多年积累 多少有些本钱 买一枚玄品灵果 应该不是难事 带他走后 杨开才松了口气 玄品灵果之事解决了 也算是解了自己的燃眉之急 而且经由这一次帮扎古炼器 也正好借着这个由头 将自己的炼器之术传杨开 如此一来 待黑渊疗伤完毕出关之时 或许就可以进行下一步计划了 扎古果然是炎而有幸之人 不出三日便重新返回地下溶洞 带来一个木匣子交给杨开 杨开伸手接过 打开匣子一瞧 里面确实装着一枚玄品灵果 多谢扎古兄啊 杨开抱拳一声 扎古白手道 谢就不必了 咱们也是一桩交易 你尽快炼化了这玄品灵果 修不好自身小乾坤要紧 正有此意 那我先不打扰你 等你这边一切妥当 通知我便可 杨开点点头 扎古转身朝外行去 等他走后 杨开才取出那玄品灵果 虽说小乾坤中子树 一直在自我修补着小乾坤 如今已有了一些成效 可毕竟进展缓慢 杨开也没那么多功夫可以耽搁 眼下有了玄品灵果相助 小乾坤的恢复速度 应该会更快一些 没有犹豫 直接将那玄品灵果 吞浮入腹 默默炼化着 很快便由一股热流 自腹内生疼而起 转而涌入自身小乾坤中 随着玄品灵果要效的发挥 整个小乾坤的破损 都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弥合 一般舞者即便服用了这灵果 剑效恐怕也没这么快 杨开也是有世界数字数相助 双管齐下 小乾坤的修补 才会这么显著 绕世如此 也足足花了将近三月功夫 当小乾坤彻底完整的那一瞬间 杨开浑身契机鼓荡 内心中一股难以言喻的欢愉生出 小乾坤的破损 一直给他一种缺了什么东西的感觉 无论是催动自身力量 还是平日修行 都受到极大的影响 如今小乾坤终于再度完整 那种不适的感觉 也随之烟消云散 上次与那刘子安争斗 虽占了上风 却也缠斗两久 如今若再与刘子安交手 杨开自信三拳两脚 就能将之解决 小乾坤的破损 虽然得以修补 但杨开两度割舍小乾坤疆域所造成的底蕴流逝 却是需要慢慢修行弥补的 这事倒也不急 毕竟开天境的修行 本就是岁月的漫长积累 他炼化资源的速度 本就比寻常七品快很多 小乾坤那生灵的繁衍生息 又无时无刻不再增强他的底蕴 日后只要有时间 他便能以超乎想象的速度 成长至八品境界 唯有成就八品 在这末之战场上方才算得上中流砥柱 而至高九品 则是坐镇一关的定海神针 简是自身 确定没有任何问题 杨开神念涌动 少请 扎古那庞大的身影便出现在面前 惊奇地望着他 你好了 此刻杨开给他的感觉 明显与之前有所不同 之前的杨开总给人一种不圆润的感觉 如今却没有了 这无疑是小乾坤得到了修补 本章完 第五千一百二十九章 这买卖做的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多谢扎古兄出手相助 杨开一抱拳 扎古摆摆手 杨兄客气了 那灵果是你应得的 杨开道 如今我小乾坤已修补完整 正好方便为扎古兄炼制保甲 你这边准备好了吗 扎古回道 准备了一些材料 不知是否够用 你且看看 这般说着 递过来一枚空间戒 杨开接过 神念一探 发现这戒指里的好东西 还真不少 都是一些珍稀的物资和矿物 够吗 不够的话 我再去找 扎古殷切问道 足够了 杨开收了空间戒 我这就开始为扎古兄炼制保甲 这段时间 还请不要打扰我 功成之日 自会告知 扎古自无不语 很快退去 在碧落关修行练器之道的时候 杨开也练制过一些保甲 不过在柴浩的眼光看来 都不堪大用 毕竟品杰不够 真要是让人族将士 穿着这样的保甲上了战场 也是对他们的不负责 但在人族那边不堪大用的东西 放在墨族这里 可就是好东西了 所以 杨开也不需要炼制出什么不得了的精品 只需保证保甲的品质 不输给那大吉便可 而以他如今在炼器术上的造诣 这点保证还是可以满足的 精炼那大吉 足足花了三月时间 而重新炼制一件保甲 杨开却只用了两月便大功告成 之所以消耗的时间更短一些 一则是他小乾坤修补完善 催动自身力量更加圆润自如 能事半功倍 二则也是在不断的炼器中 他自身炼器术也在飞速成长 虽说在碧落关苦修炼器术十年时间 但对于一个炼器师来说 十年功夫还是太短了 不足以让一个炼器师完全成长起来 柴浩在这十年内 将自身所掌握的炼器之道 悉数传授给了杨开 直到最后 较无可教 这并不是说 杨开在炼器术上的造诣 已经达到了柴浩的水准 想到达到他这种宗师级别 不花个几百年时间钻研 是不可能做到的 只是柴浩已经教不了杨开更多的东西 他所懂的 杨开都已知晓 至于杨开能将自身所掌握的炼器之道 发挥出来多少 那就要看杨开自身的成长了 而这种成长 正是需要不断的炼器来磨砺 所以炼制保甲时 杨开的炼器水准 要比之前高出一些 而炼制保甲之后 则又有成长 最终炼制出来的保甲 品质明显比那大脊超出一截 通体泛着淡淡宝光 一看便极为不俗 以神殿换来扎古 扎古迫不及待地 将这保甲穿戴在身 发现竟是极为贴身 保甲护住了胸腹 后背处等要害位置 让他本就魁梧的身形 显得愈发威猛 扎古越看越是满意 忍不住一阵眉飞色舞 服役这保甲 再加上那大脊 扎古觉得自己一身领主级别的实力 平白提升了三四成之多 以前碰到人族的七品开天 单打独斗根本不是对手 如今有了二宝在手 扎古觉得 不管哪个人族七品在面前 都能一己戳个对穿 原来人族秘宝能带来的提升 竟是如此巨大 扎古忍不住有些心绪难平 战场上 基本上只能看到 人族催动秘宝的威能 墨族大多都是赤手空拳 怪不得一次次战役 都是墨族打输了 原来都是吃了没有秘宝的亏 若是能用秘宝 将墨族大军也装备起来 人族启示对手 扎古兄可还满意 扎古兄可还满意 扎古忍然开口问道 满意 满意 扎古不住的汗手 嘴巴都快笑得裂开了 那扎某也算是性不辱命 扎古许许起身 此件事了 我就先行告辞了 扎古一惊 杨兄这是要去哪 杨开道 自然是回御主大人的古堡 我出来也有一段时间了 来此本就是为了玄聘灵果 如今得偿所愿 也帮扎古兄炼制了一套秘宝 该回去了 不忙走 不忙走 扎古连忙拦住 杨开一脸不解地望着他 扎古兄还有何事 扎古犹豫了一阵 这才开口道 杨兄 此前你来找我的时候 不是要我教你一条生才之道吗 我仔细想了想 眼下便有一条极好的生才之道 杨开失笑 扎古兄所说 是帮莫族这边炼气吧 正是 扎古正色汗手 杨兄你的手艺没话说 若是能帮莫族炼气 必能赚的大把墨币 你最初来此的目的不就是这个 杨开白手道 帮扎古兄炼气 是为了玄聘灵果 如今我小乾坤已得圆满 就不必再继续下去了 炼气一道 太消耗时间 杨某还是一心五道要紧 如此日后 追随御主大人 在战场上也能帮得上忙 扎古摇头道 杨兄这话说的不对 你自行修行 提升的是一人之力 若是能帮莫族炼气 提升的可是很多人的力量 这也是在帮御主大人 而且我相信 御主大人更愿意看到后一种情况 话虽如此 可是我 杨兄 你就算去修行 也得有资源吧 如今 你手上有修行的物资吗 杨开张了张嘴 一副被问得哑口无言的样子 好一会才颓然道 没有 这就是了 扎古一副语重心长的样子 你们人族有句话 叫什么功欲善其事 必先立其器 你要修行 自然是得购买大量修行物资 可你手上又没有墨壁 怎么办 帮人练气 自然会得到大量酬劳 杨开嘴角微抽 扎古兄真是博学古今 连人族这边的谚语都能随口道来 扎古一笑道 这些都是 从我以前那个墨图口中听说的 只不过杨兄 我之所言 句句发字肺腑 可不是害你 这是自然 杨开眉头紧皱 陷入沉思 扎古道 这还需要考虑什么吗 若是杨兄愿意帮人练气 我这就可以给你找来门路 不说别的 我认识的领主也有不少 相信他们 对秘宝这东西 肯定很感兴趣 杨开迟疑道 可是我已经离开古堡那边很久了 一直不回去的话 鬼疗大人怕是有所怪罪 扎古道 你是御主大人的墨图 御主大人不在 谁又能管得了你 鬼疗大人也管不到 这样 杨开一副心动的表情 若是按扎古兄所说 我帮那些领主练气 材料由他们出 该收取什么费用才好呢 扎古随口道来 一件秘宝 收个一万墨币 是绝对没问题的 看他打得爽快 显然早就在考虑这事了 杨开心头微微一惊 这扎古也太心黑了 他以为自己不知道 墨币的购买力 但早年 跟随在怒烟身边的时候 杨开对墨币这东西便有所了解 按他的估算 墨币与开天单之间 如果能兑换的话 一枚墨币可以兑换一万开天单的样子 一万墨币 那可是一亿开天单 足足价值一套六品资源 当然 因为从来没人用墨币兑换过开天单 这其中肯定有些误差 却也差不了多少 一套六品资源 杨开当然不放在眼中 但对于一个没有自己直属领地的领主来说 也价值不菲了 心里清楚 表面却佯装不知 这个一万墨币 于我来说 能买什么东西 果然 扎古沉生道 一套六品的修行资源 杨开倒吸一口凉气 一副被惊到的样子 扎古尊尊善诱 这可是好买卖 只需杨兄帮人练制一些秘宝 日后修行便不用发愁了 杨开果断道 这买卖做的 扎古见他被说动 当即哈哈一笑 杨兄这是同意了 杨开汉手道 如此好事 怎能不同意 不过如果要练气的话 还需借助扎古兄这里的地火之力 另外 还需要扎古兄帮我联络那些领主 毕竟我一个墨徒 出面有些不太方便 放心 这些事 我自会给你办妥 扎古一副 鞍前马后的架势 杨开自然不是没眼力的 当即道 这样 日后练气所得 我与扎古兄五五分账 扎古一惊 这不行 太多了太多了 练气是你在出力 地火这东西 也是取之不竭 五五分账 我受之有愧 我取三成便可 还有嫌自己赚得多的 杨开有些亚然 不过也懒得去劝说什么 只是微微汗手道 既如此 那就这么说定了 说定了 扎古重重点头 一人一墨相视一笑 颇有些狼狈为奸的味道 既已谈妥 扎古便立刻行动起来 安排杨开先在宝内休息 又命手下那些莫族 进出古堡 四面八方离去 如此三日之后 正在打坐修行中的杨开 忽然察觉 有莫族领主的气息 由远即进而来 很快便到了扎古的古堡前 静直落下 再由扎古手下的莫族 将之引入宝内 这个莫族领主的到来 只是个开始 在接下来的半日时间内 不断地有领主 从四面八方赶来 杨开粗略数了数 最起码有十多位领主 心知这应该都是扎古请来的 如此看来 扎古在此地的人脉 还算可以 本章完 第五千一百三十章 你怎么不去抢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古堡惠客殿中 十多位领主被领至此地 安排落座 扎古端坐首位 与来者一一寒暄 来此的领主们 彼此也都熟识 毕竟大家都生活在 黑渊玉主的领地上 平日里多少都是打过交道的 对扎古忽然请他们来这里 众领主自然好奇 几番交流 却无人知晓 扎古今日聚集众人 来此事为了什么 询问之时 扎古也是笑而不语 显得高深莫测 直到最后一个领主 入了大殿落座 扎古才轻轻扶掌 吸引了所有领主的注意 这才起身笑道 想必诸位很好奇 今日请诸位过来 到底所为何事 其实很简单 是扎古 我想跟诸位展示两样宝物 一个身形格外魁梧些的领主不耐道 宝物 什么宝物 又有一个被生双翼的领主道 扎古 不要故弄玄虚了 要干什么赶紧说吧 我们也没工夫陪你在这胡闹 扎古文言 只是微微一笑 那诸位就请看好了 他说话间 已经一步步走了下去 话音落下时 正好来到大殿中央处 众目睽睽之下 伸手在虚空中一握 一杆脊长的大脊便握于手心中 与此同时 一把扯掉自己的外衣 露出贴身穿戴的一件半身保甲 那保甲保光盈盈 大脊更是泛着森冷光泽 一看便不是凡物 难得的是 无论是保甲还是大脊 都仿佛是为扎古量身打造的一般 保甲穿戴起来极为贴身 大脊握在手上更是尺度相当 持戟配甲的扎古 凭添一份威猛之气 在这众多领主当中一战 颇有些鹤立鸡群的味道 十几双目光瞬间被吸引了过去 个个都惊讶非常 以这些领主的眼力 自然都看出 无论是那大脊还是保甲 皆不是等闲之物 而是出自人族炼气师的秘宝 扎古屹立原地 察言观色 对四周众领主的反应 满意至极 一身处之 若他不是知道这两件秘宝的来历 忽然看到别的领主持己配甲的 肯定也会是这副表情 先前发话的那魁梧领主 惊讶之下 更是直接站了起来 挤步来到扎古身边 仔细打量 又伸手敲了敲 穿戴在扎古身上的保甲 微微汗手 还算不错 勉强能挡得住 我全力一击 扎古冲他一笑 战场上 若是能挡住你我同级之力的一击 可是救命之物 能挡住领主的全力一击 就应该能挡住七品开天的全力一击 这确实是救命的东西了 那魁梧领主语气略酸 你的运气倒是好 竟能得到这两样东西 看样子 上次随御主大人出征 你捞了不少好处 扎古道 你觉得 这是我从战场上缴获的战利品 那领主奇道 难道不是 扎古轻笑 人族什么体型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这两样东西 怎么可能是从人族手中缴获 那魁梧领主证了证 想想也是 虽说人族形体 也有一些微妙的差异 但在莫族看来 基本都是小巧玲珑形的 无论是这大截还是宝甲 都不可能是人族拥有之物 这两样一看 便是为扎古量身打造的 即便是其他莫族得到 若与他体型差异太大 用起来也不会顺手 在座另一位领主 似是想到了什么 忽然有些激动道 扎古 你这两样秘宝 从何而来 这话问到点子上了 扎古转头看向问话的领主 也不卖关子 微笑道 这两样东西 可是我请人帮我炼制的 什么 请人炼制 人族炼器师 一群领主 皆都大吃一惊 那被生双翼的领主 若有所思道 之前王主那边下令 征召所有懂得炼器的人 足末图入王城 会炼器的末图 应该都集中在那边了 你从哪找来的人族炼器师 帮你炼制这两样秘宝 不错 而且看这两样秘宝的品味 似乎也相当不错 能炼制这两样东西的 在人族炼器师那边 应该也是大师级别的了 这样的末图理应 早就被召集到了王城才对 难道你去了王城那边 扎古摇头道 我当然没去王城那边 就算去了 也不可能打扰王主的大忌 之前王主确实召集过 所有懂得炼器的人族末图 但如果这个人族炼器师 是后面来的呢 后来的? 扎古道 御主大人上次带回来的末图 便是一位炼器师 是他? 听说这个末图胆子不小 依仗自己是御主大人转化的末图 在古堡那边 与鬼疗大人闹得有些不愉快 自那之后便离开了古堡 至今不知去向 扎古一笑道 御主大人出手默化他的时候 我就在御主大人身边 所以在回来的路上 与那末图聊了几句 算是有了些交情 那人离开古堡之后 便到我这里来了 至于他跟鬼疗大人的些许不愉快 诸位想必也知道 鬼疗大人的癖好 这人本身小乾坤受损 真若是满足了鬼疗大人的需求 只怕会跌落品尖 所以便范出走 前来寻我 众领主都微微汗手 鬼疗的癖好 他们自然是清楚的 他们当中也有人有这个癖好 与鬼疗算是志同道合 他是炼气师 有领主问道 我手中大吉 身上穿戴的保甲 都是他出手炼制的 他确实是炼气师 而且炼气水准不低 他人在何处 有领主迫不及待地问道 鬼疗手中的大吉 身上穿戴的保甲 着实让人眼红 谁不想要 扎古微微一笑 还在我这里 把他叫出来 我要让他帮我炼制秘宝 立刻便有几位领主附和 扎古笑音音地道 今日请诸位过来 本就是要帮诸位炼制秘宝的 无论是武器还是保甲 诸位想要的都可以炼制 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扎古道 只不过他出来炸道 身无常物 没有修行资源 更没有墨币购买 所以帮诸位炼气可以 诸位却也要付出相应的酬劳才行 要他炼气是看得起他 他居然还要酬劳 那被生双翼的领主 勃然大怒 回屋领主眼中金光一闪 怕不是那人族要酬劳 是扎古你要吧 扎古肃然道 出手炼气的是他 我不过是做个中间人 这酬劳自然是给他的 只不过他答应分润我一点好处 我自然也不会拒绝 哼 我就说一个墨徒 哪来这么大胆子 有领主不愤道 扎古悠悠道 这个墨徒 可是御主大人亲手转化的墨徒 与一般的墨徒不一样 在古堡那边 他连鬼寥大人的面子都不给 诸位觉得比鬼寥大人如何 古堡那边发生的事 在场领主多有听闻 毕竟阳开与刘子安大战的动静瞒不住 有心人打探一下 就知道了缘由 扎古如今这般一说 众领主顿时有些哑火 想象也是 这墨徒连鬼寥大人的颜面都不顾 他们若是强行逼迫 又岂会遵从 毕竟是御主大人的墨徒 他们也不敢做得太过 否则御主大人出关没法交代 诸位 有这两样秘宝在手 无论是攻击还是防护 都能提升一大截 在战场上 可是保命立功的东西 如此宝物平时求都求不来 如今送到眼前 你们还犹豫什么 舍不得一些墨币吗 在战场上死掉的灵主可不少 就算他们有再多的储蓄 死了又有什么用 不瞒诸位 为了炼制这两样秘宝 我可是倾家荡产了 这话倒不是谎言 扎古确实倾家荡产了 不过其中花费 也包括了给阳开购买一枚 玄品邻国所付出的墨币 在座一位领主忽然道 怪不得你前些日子 忽然跑过去 找我借钱 扎古转头看向那个领主 回头你若炼制秘宝 所需酬劳打个八折 并且优先炼制 那领主微微汗手 扎古的一番劝说 很快有了效果 事实上正如扎古所说 秘宝这东西 是平日里求都求不来的东西 如今有了机会 谁又舍得放弃 众领主所不愤的 无非是一个墨徒练起 居然还要收受酬劳 不过与立功保命 这样的诱惑比较起来 酬劳什么的 倒也没关系 当下便有一个领主开口问道 那墨徒的酬劳要怎么收取 扎古想都不想 一件秘宝 材料自出 酬劳费用两万墨币 什么 两万墨币 你怎么不去抢 扎古你在开玩笑吗 一群领主激愤不已 要知道两万墨币对他们来说 也不是小数目 虽说大家都拿得出来 但这只是一件秘宝而已 若是想炼制两件 那岂不是要四万 他们这些领主 依托在御主的领地中生存 还没有本事 获得属于自己的独立封地 资产自然不会太富裕 四万墨币 再加上炼器所需要的材料付出去 基本上家底就空了 面对群情激愤 扎古只是笑而不语 他知道 这些领主纵然叫嚷的在如何凶狠 还是会屈服的 因为能帮他们炼制秘宝的墨徒太少太少了 就算以前有 基本上也轮不到他们这些领主 本章完 第五千一百三十一章 竟是炼器师 元旦快乐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扎古在杨开面前说的是一件秘宝 收受一万墨币的酬劳 在杨开看来已经不少了 但在这些领主面前 他却一口将树木提升两倍 这其中的小心思已经显而易见 若非如此 他之前又怎会那么极力促成此事 没有好处的是 扎古也不会愿意去做 如此一来 炼成一件秘宝的话 按他与杨开的约定 只需交给杨开七千墨币便可 而他自己 却可独得一万三千墨币 比杨开这个出力的 赚得还多一些 自杨开帮他炼制了那两件秘宝之时 扎古便已看到了一条财路 摆在自己眼前 作为一个领主级别的墨族 他又岂能不渴望拥有 属于自己的封地 然而 这可是要花费大量墨币的 纵然已经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数次 却也难有积累 若是这一次能够运筹得当 封地的心愿绝对能够达成 一个领主 拥有自己的封地和没有封地 是截然不同的 大殿内中诸多领主吵吵嚷嚷 皆都愤怒 扎古要价高昂 难以承受 扎古置若罔闻 漫步走回自己的座位上落座 好征以侠道 在座诸位 每位献炼器一见 一言出 满场寂静 有领主皱眉道 扎古 这是什么意思 扎古笑了笑 道 字面上的意思 众领主面面相去 搞不明白 扎古为什么忽然有这样一个限制 按道理来说 炼制一间秘宝 收受两万墨币的酬劳 自然是炼制的越多越好 谁也不会嫌弃自己赚得多 扎古左右观望 神色肃母 诸位难道以为 他能一直帮你们炼器 那被升双翼的领主 忽然神色一动 似是想到了什么 你的意思是说 这般说着 伸手指了指天上 扎古微微汗手 十多年前 王成那边忽然召集人族炼器师 但凡只要有点炼器基础的墨图 都被征召了过去 诸位想必也知道 我麾下原本有一墨图 也略懂炼器 不过炼器水准不怎么样 即便如此 还是被征召了 王成那边在干什么 我们这些领主都有所耳闻 那可是关乎 墨族未来的大忌 容不得半点马虎 稍微懂点炼器的墨图 都被征召了过去 那阳开如此精通炼器 又如何能够例外 如今之所以没人管他 主要是消息还没扩散开 而且 御主大人还在疗伤之中 如果我所料不错 带御主大人出关 知道他是人族炼器师之后 定会将他送到王成那边 去参与那项大忌的 到时候 你们就算花再多的墨币 也找不到人 帮你们炼器了 这一番话说的有理有据 而且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众领主皆都汗手 是已在明白 眼前面对的局势后 原本还有些舍不得 那两万墨币的酬劳 如今倒有些患得患失了 若阳开真被送去王成 他们还真找不到合适的人族炼器师 当下便有领主问道 扎古 他炼制一件秘宝 大概要花费多久时间 两三个月吧 扎古回道 瞧了一眼下方 在座有十几位 每一位炼制一件秘宝 花费两三个月 大概可以确保 在御主大人出关前 诸位都可得一件秘宝 所以我才会有那样的限制 当然 谁也说不准御主大人什么时候会出关 若是大人提前出关 说不定在座诸位 有些还轮不上 这话一出 有性子级的领主 当即便叫嚷道 两万就两万吧 我要炼制一件 紧跟着便有领主附和 我也要一件 煞世间 大殿中争抢之声 此起彼伏 扎古含笑以对 一一硬下 好不容易处理妥当 让各位领主回去筹集资源 备好酬劳 扎古才将 这些领主送走 看着他们迫不及待地离去的架势 扎古只觉得 心情舒畅至极 不到一个十分功夫 便有领主再度返回 带来了一英炼器材料 和两万墨币的酬劳 交于扎古 随后扎古又轻覆地下溶洞中面见阳开 将那领主的体型和要求告知 阳开默默记下 带扎古走后 专心练制 接下的日子 阳开一直在地下溶洞中练器 恢复修行的资源不必操心 扎古这边配备妥当 他只需按要求 给那些领主练制所需的秘宝便可 每练制一件秘宝 扎古都会交给他七千墨币的酬劳 日复一日的练器 让阳开在练器树上的造诣 也飞速成长 帮扎古练制那宝甲的时候 前前后后花费了两个月功夫 带到两年后再练制 一件秘宝只需四五十天了 而且品质也有所提升 不过阳开练制这么久 所练制的全都是形体巨大的攻击性秘宝 没有一件宝甲的 可见 墨族对攻击性的秘宝情有独钟 保命用的宝甲却在其次 两年时间 陆陆续续自阳开手中 已诞生了将近二十件秘宝 而随着时间的流逝 领主之间的交流 阳开练器的名声也逐渐传阳开来 慕名而来的领主 愈发多了起来 练制秘宝的酬劳也节节提升 逐渐涨到了三万墨币一件 至此之时 那些最初被扎古邀请而来的领主们 才心里平衡不守 反而觉得自己赚了 而酬劳一事 阳开一直都毫不知情 他这两年 只是专心的在地下溶洞中练器 而且就算他知道了 也不会太在意 他所做的这一切 只是为了更好地实施自己的计划 越多的墨族找他练器 就说明他的名声传播的越广 对日后行事也愈发方便 如今 他的练器数 比起两年前 有了十足的长进 虽远不到宗师级别 却也有大师水准 大师 宗师 大宗师 这些都是练器师之间等级的区别 虽没有系统的划分 却也是世人公认的 唯有有资格练制上品密宝的 才能称为宗师 阳开如今只能练制中品密宝 所以只是大师级 他在等待 等待黑渊出关 算算日子 恐怕也要不了几年了 黑渊古堡中 一位墨族领主徐徐退下 鬼疗面露沉吟之色 他召见这位墨族领主 原本是因为有些事询问 谁知竟探听出一个极为意外的消息 那叫阳开的墨图 竟是个练器师 而且练器水平不低 这可让鬼疗极为意外 之前阳开与刘子安大打出手 鬼疗分别对二人做出惩处 本想着有玄品灵果作为彻肘 阳开很快就会服软 谁知近两年来 杳无音讯 鬼疗也没将此事放在心上 那人族身为御主大人的墨图 不可能走太远的 应该躲在俘虏的某处疗伤 或许是在等御主大人出关主持公道 鬼疗原本是这么想的 谁知这家伙 竟是跑到了扎古那边 在帮领主们炼器 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鬼疗也是吃了一惊 一位人族炼器师的价值有多大 领主们或许不太清楚 但他身为黑渊的心腹 却是再清楚不过了 王主那边正在筹谋一件 关乎墨族命运的大忌 与人族炼器师息息相关 可以说 任何一个人族炼器师 在王主那边 都是极为宝贵的人才 都是能得到极大重视的 一个人族炼器师 已经不单单只是墨图这么简单了 如此一来 即便以他的身份 也不好随意欺辱阳开 否则御主大人出关 少不了一通训斥责罚 不过 让他就这么服软也是不可能的 身为高贵的墨族领主 又岂会跟一个墨图低头 沉阴片刻 鬼疗开口换道 刘子安 身后阴影处 刘子安脉步行出 主人 去一趟扎谷那边 就说 我要见他 是 刘子安领命 前后不到两个时辰的功夫 扎谷便出现在了鬼疗面前 行李之后 恭敬问道 鬼疗大人唤我过来 可是有什么吩咐 鬼疗静静地看着他 扎谷 最近这段时间 听说你赚了不少墨币 扎谷微微一惊 很快又神色如常 谗笑道 鬼疗大人知道了 他也清楚 这是终究是瞒不过鬼疗的 眼前这一幕也是他有所预期 鬼疗冷哼一声 御主大人出关前 命我同管领地 出了这样的事 我又岂能不知 扎谷你好大的胆子 那墨图既是个练气师 你为何不立刻禀告 反而留他在你那边练气 扎谷微微恭声道 鬼疗大人 那人族毕竟是御主大人的墨图 想留在我那边 我也不好赶他走啊 鬼疗冷笑不迭 是舍不得他走吧 三万墨币一件秘宝 可是你很久都赚不到的 扎谷善笑不已 鬼疗大人明见 你给那人族多少 鬼疗又问道 扎谷面色犹豫 挣扎了好片刻才到 我与他说的是 一件秘宝一万墨币 我抽三成 真是厉害 鬼疗一脸讥讽的表情 他辛苦练制一件秘宝的七千墨币 你却能得两万三 你对他还真是不错 你就不怕他回头知道了 在御主大人那边告发你 扎谷脸色一白 御主大人 不至于理会这种小事吧 鬼疗老神再再道 那可说不准 毕竟御主大人 可是极为看重他的 本章完 第五千一百三十二章 鬼疗的打算 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鬼疗一番话 让扎谷顿时患得患失起来 这两年下来 他从阳开这里赚取的墨币 比他一辈子的拼搏还要多 十岁之位 他又如何甘愿放弃到手的利益 但如果真如鬼疗所说 此事叫阳开知晓 但御主大人出关后告发自己 那可就没法收成了 尽管他觉得 御主大人不至于理会这种小事 可阳开身份毕竟不同 那可是人族炼器师 本身又得御主大人看重 万一御主大人要给他出头呢? 扎谷一脸忧愁地朝鬼疗望去 鬼疗大人的意思是 将吃下去的都兔还给他 鬼疗冷笑不迭 没有回答 反而问道 扎谷 你晋升领主多少年了? 扎谷不知鬼疗怎地忽然问起这个 不过还是如实回道 差不多有三千年了 三千年 还在领主这个层次上苦苦挣扎 你就没想要更进一步 晋升御主吗? 扎谷肃然道 哪个领主又没有晋升御主的志向? 可惜没有合适的机会啊 如人族开天境的修行一样 墨族的修行也是需要积累沉淀的 但人族可以炼化各种修行物资 墨族就不行了 墨族力量的成长 一则依靠吞噬天地伪力 将之转化为自身的墨之力 二是直接吸收墨巢衍生的墨之力 增强自身实力 就如黑渊御主这块领地上 无所不在的墨之力 那是由墨巢吞吐滋滋生而来 每个墨族都可以吸收炼化 这里的墨之力 就相当于三千世界的天地灵气 然而 在这领地上生活的墨族数量实在不少 大家都在吸收炼化 分摊下来 就算扎谷再怎么努力刻苦 都吸收不了多少 对自身成长帮助不大 机会 鬼聊微微一笑 御主大人曾说过 机会这东西不是等来的 而是自己创造的 扎谷心头一动 殷切地望着鬼聊 鬼聊大人的意思是 鬼聊忽然画风一转 目光灼灼地望着它 你想要自己的封地吗 一言出 扎谷的呼吸都变得急促不守 当即汗手 自然是想要的 我之所以这么努力地赚取墨壁 就是想从御主大人这里 买一座子巢 只是一来如今御主大人在疗伤中 墨巢已经关闭 二来我手上的墨壁也不太够 虽说这两年依靠阳开练气 他赚了个盆满钵满 但手上积攒的墨壁也不过三十万左右而已 这对一个领主级别的墨族来说 已然是一笔庞大的财富了 换算成开天丹 这可是三十亿开天丹 墨族领主对应的是人族七品 这世上鲜少有人族七品 能有这么多财富 换到墨族这边也是一样 但想要自己的封地 不但要求实力达到领主级别 还需要拥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墨巢 这才有资格在御主这边申请封地 而一座最低档次的墨巢 价值最起码也要五十万墨币 一般的墨族领主穷其一生 也休想积攒这么多财富 这也是墨族这边领主级别的强者众多 但拥有封地的领主 却极为稀少的原因 实力够了 买不起墨巢也是无奈 一旦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墨巢 无论是平日里修行 还是关键时刻疗伤 都大为便捷 比如这次大战归来 扎古虽然受伤 但因为御主大人封闭了墨巢 他没办法进入其中疗伤 只能躲在自己的古堡中 慢慢舔尸伤口 伤势好得极慢 可若是有墨巢之力相助 伤势恢复明显会快很多 而拥有属于自己的墨巢 扎古便可在墨巢之中修行 迅速提升自身的力量 早日达到晋升御主的标准 拥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墨巢 这诸多好处显而易见 更何况有了墨巢就有了封地 就可以吸引更下层的墨族前来定居 那些尚未墨族如果想要晋升领主 便要借助他的墨巢之力 到时候也是需要给他缴纳一定的费用的 就有源源不断的生财之道 这些且不说 若到战时在他封地上居住的墨族 他都有权利征兆 到时候便可自行组织大军与人族抗衡 若在战场上立功也会得到巨大赏赐 所以在墨族这边 有封地的领主 与没有封地的领主 是截然不同的 扎古无时无刻不想拥有 属于自己的墨巢和封地 这些年来也为此而拼搏奋斗着 鬼疗忽然问他这么一个问题 让扎古不免遐想连天 暗暗期待起来 果不其然 鬼疗文言一笑道 你若真想要封地倒也简单 我可以帮你 扎古的喉咙顿时有些发干 激动问道 鬼疗大人如何帮我 鬼疗道 你的实力是足够了 购买紫巢的墨币需要五十万 你如今有多少 扎古扭捏了一下 扇扇道 三十万 鬼疗微微汗手 那就是还差二十万 没关系 缺的我可以借给你 日后你有了再还给我 扎古道 可就算墨币足够 如今墨巢封闭 我也得不到紫巢啊 非得等御主大人 他们出关了才行 墨族领主们拥有的墨巢 都是从御主墨巢中分离出来的 两者的关系就如同母子 所以才会换作紫巢 而御主们拥有的墨巢 则是从王主墨巢那边中分离出来的 是王主墨巢的紫巢 这是一样的道理 墨巢分离紫巢 需要消耗巨大的能量 所以每一座紫巢 都是需要花费海量墨币购买的 不可能平白无故的送给需要的领主 当然 若是立下大功 也说不定能得到赏赐 所以 就算鬼寥愿意借钱给扎古 扎古 如今也是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却听鬼寥道 紫巢的话 我手中正好一座 原本是当年为我自己准备的 只不过御主大人看重 要我协助管理他的领地 没有放我离开 所以一直没用上 如今我也快要晋升御主了 那紫巢在我手中就没什么用了 可以卖给你 这妖巧 扎古又是惊喜 又是恶然 他这两年 翘无声息地盘剥扬开的价值 就是想为自己买一座紫巢 可至今 墨币都没有攒够 谁曾想 鬼寥不但愿意借钱给他 还愿意把手中的紫巢卖给他 以扎古对鬼寥的了解 自然明白 他不会这么好心 所以在激动之余 扎古谨慎地问道 鬼寥大人有什么条件吗 鬼寥呵呵笑了起来 扎古啊扎古 早就知道 你天生聪颖 如今看来果然如此 条件自然是有的 不过对你可没有坏处 请鬼寥大人明言 鬼寥正色道 回头你有了封地 把那杨开带过去 让他继续炼制秘宝 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些身家丰厚的领主 比你认识的那些 朋友要富裕得多 日后炼器所得的收益 我要分一半 另外 我要他先帮我炼制两件秘宝 一件攻击 一件防护 一下就要一半 果然贪婪 不过 如果是一些身家更丰厚的领主的话 要价也可以更高一些 毕竟他之前给杨开介绍的客人 都是跟他一样 没有自己的封地的 只能依托在御主大人的领地上生存的领主 谁也不比谁赋予多少 至于帮鬼寥炼制两件秘宝 倒是其次了 扎古沉吟了一会问道 鬼寥大人觉得 在帮人炼制秘宝的话 如何收取酬劳才算合理 鬼寥不答反问 你觉得呢 扎古心说我问你 你去来问我 无聊不无聊 心里这么想着 嘴上老实道 如今我给那些领主开的架势三万墨币一件 若是鬼寥大人介绍的领主 五万怎么样 五万的话 除去要给杨开的七千 剩下的他与鬼寥对半分 也可以得到两万一二 虽比他独吞两万三少那么一点点 却也差不了多少 更何况 能够提前得到一块封地和墨巢 也是赚了的 五万在他看来已经很多了 毕竟他要价三万的时候 许多领主都不太情愿 再高的话就过分了 十万 鬼寥冷冰冰地吐出两个字 什么 扎古几乎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愕然地盯着鬼寥 十万 就这么定了 鬼寥大人 扎古实在忍不住了 这个要价 是不是太高了些 有领主愿意为秘宝付出这么大代价吗 鬼寥轻蔑一笑 不要将你认识的领主 和我要给你介绍的客人混为一谈 那可都是一些拥有自己封地的领主 你觉得 有能力购买紫巢的领主们 财力会差到哪去吗 人族炼器师炼制的秘宝 在他们当中本就极受追捧 只不过 因为如今人族炼器师都被征兆了 所以他们就算想要秘宝也求之无门 这个时候 若有人能帮他们炼制秘宝 莫说十万便是更高 也有人会答应 毕竟命只有一条 莫必不过是身外之物 略意停顿 鬼寥道 更何况 御主大人若是出关的话 这生意就做不下去了 御主大人肯定是要将这个阳开送到王城那边的 不趁这个机会多收取些酬劳 以后哪还有机会 放心 你只管带着那阳开去你的封地 客人方面 我自会给你介绍 你只需招待就行了 本章完 第五千一百三十三章 末朝的等级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鬼寥都这么说了 扎古还能说什么 只能点头乘试 鬼寥又问道 封地方面 你可有什么需求 扎古想了想到 我本身倒是没有特别的需求 不过阳开若是要练气的话 好像需要借助一些外力 比如地火之力这种 不知有什么地方比较合适 鬼寥大人可有推荐 鬼寥文言在乾坤途中查探起来 片刻后伸手在某个方位一点 将乾坤途递给扎古 这一片区域 本有一颗大日之星 如今那大日虽死 但那里应该还孕育有大日之力 你的封地便定在这里吧 大日之力比那地火可厉害多了 他说话之时 扎古也在查探 确定了那死去的大日所在 当即汉首道 好 鬼寥又招了招手 刘子安自身后走出 双手捧着一件奇特的匣子 那匣子 不知是由何物打造而成 看起来非金非玉 更不知里面装了些什么 但扎古一见到这匣子 便情绪激动起来 一双毛子死死地盯着 犹如马皇一般 鬼寥微笑道 这紫巢 你可要收好了 我手上也就这么一做 若是弄丢了 可就没了 扎古激动结果 连连道谢 这可是成为有封地的领主的关键 也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之物 怎么也想不到 今日竟这么轻松 就到了自己手上 如何孵化 不用我教你吧 鬼寥问道 不用不用 扎古连连摇头 忽悠想起一事 为难道 不过大人 孵化末朝 可是需要大量资源 或者天地尾利的 我手上 鬼寥大度的一挥手 那三十万 墨币你拿去买所需之物 应该足够孵化末朝了 购买这紫巢的五十万墨币 我先替你垫上 日后再还 多谢鬼寥大人 扎古感激涕零 虽然一下子多了五十万墨币的债务 但对他这样的领主来说 所有的付出 都是值得的 心里默默计算了一下 若是鬼寥所说之事真能达成的话 那只要炼制一件秘宝 他就可以分得四五万墨币 到时候 杨开炼制十几件秘宝 这债务 就可以完全还清了 不由感慨一声 有这么一位人族炼器师在手 赚钱实在太容易了 也暗自庆幸 幸亏杨开之前跟鬼寥闹的有些不太愉快 否则这种好事哪轮得到自己头上 鬼寥早就一手把控了 而如今 鬼寥之所以不出面主持这事 只是暗中协助自己 恐怕也是怕事后暴露 御主大人追究 如此分润自己好处 也是需要自己来承担风险的 扎古对这一切心知肚明 却甘之如疑 自古堡中走出 扎古还是有些迷迷糊糊的 忽然遇到这种天大的好事 总有一种置身梦中的感觉 封存了紫巢的匣子 不能被收入空间间 对墨族来说 墨巢也是有生命的 所以 扎古先是回了一趟自己的古堡 将匣子郑重收好 再返回御主大人的领地上 灰金如土 购买了大量天地球 和各种品阶的物资 三十万墨币花费一空 扎古的空间界里堆积了海量的资源 心里这才踏实不少 扎古这边准备妥当时 杨开也刚好炼制完一件秘宝 吩咐杨开好好休息 扎古则开始应付那些 前来请求炼制秘宝的领主们 基于鬼疗已经谈妥 扎古已经不准备在这里继续浪费时间了 毕竟在这边炼制一件秘宝 才三万墨币 而鬼疗那边开出的价格可是十万 相差足足数倍 如何取舍 扎古自有定计 众多领主自然不乐意 但扎古抬出鬼疗来挡 说杨开已被鬼疗召回古堡 领主们也无可奈何 毕竟杨开名义上是御主大人的墨徒 长久待在扎古这边也不合情理 一切处理妥当 扎古这才召集自己麾下的一些墨族 领着杨开浩浩荡荡朝虚空中进发 半道上 杨开表现得忧心忡忡 扎古凶 我这忽然离开 不与鬼疗大人打声招呼 怕事不妥 扎古笑呵呵地道 杨兄不必担心 鬼疗大人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了 他也知道 你最近这两年一直待在我这边 鬼疗大人可又说什么 扎古摇头道 鬼疗大人同管诸事 忙得很 哪有功夫理会一些闲索之事 杨开微微汗手 不解道 那就好 咱们这是去哪 扎古精神焕发 去我的封地 杨开点头表示了然 扎古见他反应平平 微笑解释道 杨兄身为人族 怕是不知道封地对一个墨族的意义 杨开还真不太清楚 他虽然跟着怒艳在墨族腹地生活过两年 但怒艳本身只是个相当于六品开天的尚为墨族 而且那两年也是一直跟着怒艳在各处领地游窜 在雪斗场赚取墨壁罢了 墨族内部的事情 他了解的并不全面 事实上 人族与墨族相争这么多年 对墨族内部的事情了解的也极为有限 所以他顺着话便接了下来 愿闻其想 扎古一脸感慨的表情 这么说吧杨兄 有自己封地的领主 才是真正的领主啊 那些没有封地的领主 不过是空有其表 杨开不免疑惑 不太懂 扎古呵呵一笑 你是人族出身 自然不懂 那你可知道 为什么墨族领主这么多 但很少有领主 拥有属于自己的封地 地盘不够分 杨开随口答道 这是他也想过 却想不出什么 所以然 扎古忽然说到此事 他觉得 今日应该能解开这个疑惑 扎古文言正了下 诗笑道 这也算是一个原因吧 比如说 寓主大人麾下 领主便数以千计 若是每个领主 都能分封领地的话 寓主大人的领地 确实不够分 不过最重要的原因 还是末朝 末朝 阳开阳眉 有些意外 这跟末朝有什么关系 扎古道 你们人族虽与末族抗争了无数年 但恐怕不知末朝还分等级的吧 你也见过 寓主大人的那座末朝 是不是很大 很壮观 确实 阳开汉首 末朝是我末族的根本 总共分有三个等级 王主末朝 寓主末朝 和领主末朝 用你们人族的话来说 可以分为高级 中级和低级 寓主大人的末朝便是中级 你以为足够大足够壮观了 若是你见过王主的那座末朝 就会发现 寓主大人的末朝 不过是很小的一座 阳开面色微动 这种事 他还是头一次听说 估计人族那边 应该也不太清楚这些 心中一动 那领主末朝 便是低级末朝 正是 扎古汉首 每一级末朝 与上一级之间 都是从属关系 此话何意 阳开微微皱眉 扎古笑了笑道 所有的预主末朝 都是从王主末朝中分离出来的 而所有的领主末朝 都是从预主末朝中分离出来的 所以领主末朝 是预主末朝的子朝 而预主末朝 则是王主末朝的子朝 竟是这种关系 阳开大为惊讶 感觉自己今日忽然间 洞察了一个末族的秘密 以往人族强者们也猜测过 末朝这东西 是怎么诞生的 却始终搞不明白情况 听了扎古的话 阳开才清楚 高等级的末朝 竟能分离出低等级的末朝 扎古肃然道 每一座子朝的诞生 都要消耗巨大的能量 所以 每一座子朝都珍贵无比 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获得的 这么说着 他拍了拍手中一直捧着的匣子 我这座子朝 可是花了足足五十万墨币买来的 阳开大吃一惊 这是紫巢 扎古赶路之时 一直抱着这个匣子 阳开自然看在眼中 虽然后奇这匣子中到底是什么 却也没有多问 直到此刻方知 这竟是一座末祖子朝 这就是子朝 扎古正色汉手 不过还没有完全孵化 孵化后便是真正的末朝了 不过与你在御主大人那边见到的相比 肯定是要小很多 毕竟这只是领主级别的末朝 而有了这座末朝 我这个领主才算名副其实 说话间 他已开始畅想日后美好的未来 有了末朝 便可吸引更多的末族 来我的领地定居 那些尚未末族 若想晋升领主的话 就要借助我的末朝的力量 我便可以收取他们一些费用 等到日后 领地上的居民多了 我还可以征召大军 随着御主大人出征人足 阳开心思飘忽 头一次知道 末朝这东西 居然还要孵化 这东西 果然是活的吗 可是要怎么孵化 他是见过不少领主级别的末朝的 一个个都巨大无比 虽然比不上御主末朝 可怎么想 也不是一个匣子能装得下的东西 很多疑惑翻涌上来 杨开斟酌问道 扎古兄 你说那些尚未末族 若想晋升领主 便要借助你这末朝 你若是要晋升御主呢 扎古道 那自然是要借助御主末朝 就是御主大人那一座 我这个末朝等级太低 不足以支持御主的晋升 阳开了然 换言之 低级末朝可以支持末族晋升领主 中级末朝足以支撑晋升御主 唯有那高级的 才能晋升成王主 本章完 第5134章 孵化末朝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末末 末族的末朝分等级 各自针对不同等级的末族强者 层次极为分明 杨开想了想又问道 领主末朝 还可以再分离出子朝吗 扎古失笑摇头 领主末朝便是最低级的末朝了 如何还能再分离子朝 那王主末朝 又是谁的子朝 扎古被问的一正 王主末朝 已是最高级的末朝了 杨开皱眉道 可如扎古兄之前所言 所有的末朝 都是从高一级的末朝中分离出来的 这么说来 末朝总有一个源头才对 这源头在何处 扎古扭头望着杨开 一脸茫然 好一会才失笑道 杨兄把我问糊涂了 我也不知末朝的源头在何处 不过据我所知 王主末朝 确实已经是最高级的末朝了 再没有更高级的 或许 王主末朝便是源头吧 杨开点点头 也只能认可这个说法 不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 杨开转好奇地打量 那被扎古一直捧在手上的匣子 扎古兄 这东西到底要如何孵化 才能变成一座真正的末朝 扎古呵呵一笑道 到时候 杨兄自然知晓 一路闲聊 一路前行 约莫数日之后 扎古才忽然驻足 取出乾坤图查探 乾坤图这东西 原本是人族炼制出来的 不过两族相争无数年 人族的许多东西 都已流传到了末族这边 比如说飞行秘宝 还有这乾坤图 就是这里了 扎古确定了自身位置 一脸精神焕发地道 以此为中心 全力飞驰半日路程 皆算是我的封地 阳开微微亚然 扎古兄的封地可不小 要知道 扎古是一位领主级别的末族强者 全力飞行半日路程的话 能圈出的封地疆域 可是极大的 扎古呵呵一笑道 运气运气 这般说着 举目似妄 整个末之战场 最初应该也是 一座繁荣的虚空世界 不过因为末族的特性 所以如今这末之战场中 便是死去的乾坤世界 如今呈现在视野中 便有几座死气沉沉的 乾坤和俘虏残片 扎古很快选定了一个目标 朝其中一个不算大 也不算小的乾坤世界 飞落而去 少请 异形便落在这乾坤世界上 整个世界一片死气沉沉 冷无生机 杨开甚至从中感受不到半点天地伟丽 这也在意料之中 没什么好惊讶的 就选这里了 扎古左右观望一下 对这里却是极为满意 说话间 郑重至极的 将一直抱在怀里的匣子轻轻放下 那匣子不大 看起来四四方方 但貌似急沉 扎古抱在怀里的时候 杨开还没发现 等他将匣子放在地上 地面明显震动了一下 匣子四周的地面 更是凹陷下去一截 扎古脸色素目地望着匣子 凝声道 杨兄不是想知道 如何孵化墨巢吗 那可就要 请睁大眼睛看好了 杨开微微汗手 一瞬不移地关注起来 只见扎古手中涌出浓郁的墨之力 轻轻盖在匣子上 也不知试了什么手法 那匣子咔嚓一声 忽然从中裂开 立刻便有一个仿佛没有绽放的花孤朵 印入杨开的眼帘 这东西看起来跟杨开以前见过的 墨巢模样上区别不大 只不过这个墨巢体型未开 显得极为小巧玲珑 但杨开却能从这墨巢之中感受到 浓得划不开的墨之力的涌动 如所有杨开剑步的墨巢 这东西仿若活物 轻轻舒张之间 便有墨之力一散而出 此时此刻 扎古带来的那诸多手下 都已退到了一旁 无人号令 齐齐跪倒一地 对着墨巢所在的方向 夸张地拜服行礼 神态虔诚 口中还念念有词 仿佛在举行什么仪式 扎古神色微微有些激动 忽然伸手往自己胸口处猛的一戳 这场景吓了杨开一跳 下意识以为 扎古有什么想不开的 要寻短剑 不过很快 杨开就发现并非如此 扎古虽然一手 戳进自己的胸口处 但明显 不是要自语 等他那只手 从胸膛处抽出时 指尖却多了一滴如墨般的鲜血 墨族的生命 虽然诞生自墨巢 并非如人族那样阴阳交合 但总体来说 身体构造没有太大的区别 所以 杨开一见那一滴墨血 便知 那是扎古的心头血 这东西 对墨族就如人族的精血一般 极为珍贵 若有损失 必然气息下跌 严重着实力大降 果不其然 取出一滴心头血后 扎古的气息 有明显的跌落 他将那一滴心头血 对着墨巢滴落了下去 墨巢瞬间将之吸收干净 下一瞬 似有一层莫名的联系 自墨巢与扎古之间产生 杨开冷眼旁观 隐约感觉 这情况 倒像是对人族 跟某些密榜的滴血认主 有些相似 那墨巢吞噬了扎古的心头血 明显就打上了扎古的烙印 从今以后 这墨巢便是扎古的财产了 其他任何墨族 都休想打什么主意 就是不知道 扎古若是陨落了 对这墨巢有没有什么影响 杨开估计应该是没影响的 毕竟他也没听说 人族无者陨落后 任主的秘宝也会跟着损毁 前一个主人死亡 自然有后一个主人接手 做完这些 扎古的气息虽然衰弱一些 但精神却更加抖擞不少 他又从空间界中取出遗物 杨开定眼瞧去 发现那赫然是一枚天地球 而且 那里应该封存满了天地伟力 也不知扎古从哪找来的 没有犹豫 扎古直接将那天地球 塞进了花孤朵的花心之中 下一瞬 末巢微微震动 发出心脏跳动的咚咚声响 天地球中封存的天地伟力 迅速被末巢吞噬 而随着天地伟力的吞噬 整个末巢剧烈蠕动起来 大量仿佛肉质一般的东西滋生而出 那小巧的末巢 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膨胀起来 短短片刻时间 原本小巧至极的末巢 竟膨胀了数倍有余 而且还在持续增大之中 扎古不断地往末巢中 丢入封存了天地伟力的天地球 末巢也在不断蠕动成长 区区数日之后 一座百丈高 占据了弱大地盘的领主级 末巢便诞生了 杨开从头看到尾 心中满是震撼 直到此刻 他才终于明白 末巢这东西 到底是怎么来的 这恐怕也是人族第一次 亲眼见到末巢的孵化 或许以前也有陌图见过 可这个消息 从来没有流传到人族这边 差不多了 扎古仰望着那巨大末巢 一脸满族的表情 他带来的那些手下这些日子 一直在持续重复着那样的仪式 虔诚而庄重 直到此刻也没有结束的意思 这就成形了吗 杨开问道 他见过不少领主级的末巢 但比起眼前这个 应该要大不少 所以 不免有些奇怪 扎古摇头道 末巢还能再继续成长 不过 我手中已经没有太过资源可用了 我还需要用那些资源做别的事 只能等以后手头宽裕了 再催化他 原来如此 杨开汉首了然 走 我带你进去看看 扎古心情极好 有点迫不及待 想要与人共享自己的荣耀 只可惜 此地 除了他那些手下 就只有杨开一个末徒了 没奈何 只能邀请杨开一道 杨开自然不会拒绝 说起来 末巢内部的情况 他也极为好奇 虽然经过竹锋御主疗伤时的末巢 但那个末巢明显只是用来疗伤的 而且当时他还要想办法偷袭竹锋 也没来得及仔细观察 末巢成形之后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矗立在地上的巨大花孤独 而在这几日末巢成长之时 杨开明显感觉到 末巢下方延续出千丝万缕的能量 仿佛化作了登京 与整个乾坤世界联系到了一起 也不见扎古有什么动作 来到末巢下方时 末巢底部便立刻裂开了一道口子 露出里面黑油油的涌道 他最初以心头血祭练着末巢 身心已与末巢融为一体 自然可以轻易控制 扎古迈步进入 杨开紧随其后 穿过长长涌道 直到一处空旷枪式 杨开举目四望 只见这枪式四周满是奇特肉质一般的壁垒 整个末巢内部更是弥漫着浓郁的末之力 还有难以言喻的邪恶气息 扎古便走便道 有了这座末巢 日后我修行的时候可就方便多了 晋升御主也指日可待 那就先恭喜扎古兄了 杨开抱拳道贺 又好奇道 之前见扎古兄投入不少天地球 如此说来 孵化末巢需要天地伟力 扎古笑道 不错 孵化末巢需要的就是天地伟力 当然 你们人族 修行用的各种资源也是可以的 这么说吧 只要是有能量的东西 末巢都可以吸收吞噬 转化为末之力 杨开了然 心说怪不得末族过处 乾坤世界都死气沉沉 末族这种生灵 简直就是三千世界的天敌 若是真让他们涌入三千世界 那世间繁华 很快就要变成满目疮痍 古往今来 洞天伏地一代代强者 在末之战场狙击着末族 阻扰着他们的入侵 为此不知付出了多么惨痛的代价 偏偏这一切 三千世界中 除了洞天伏地出身的武者外 鲜有人知晓 不得不说 这是功臣们的悲哀 是世道的不公 本章完 第五千一百三十五章 情报网 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末朝兴起 内部空旷 也没什么好看的 倒是扎古的解释 让杨开暗暗心惊 这末朝几乎可以说是无物不适 但凡只要是有能量的东西 对他来说都是好东西 这一点特性 倒是让杨开想起了世天大地乌矿 这家伙修行的世天战法 也是号称 无物不可适 而且 乌矿身负无构精莲 与世天战法 正是相得一章 心中不禁冒出一个古怪的念头 乌矿要是来到这末之战场 会是什么情景 他会不会被末之力给末化 又或者能依靠世天战法 炼化末之力为己所用 不过这家伙 现在有点见不得光 自上次被杨开送入破碎天后 便杳无音讯了 也不知如今是死是活 杨开估计 他应该活得好好的 毕竟好人不偿命 祸害一千年 抛开心中奇怪的念头 杨开稍稍敞开了自身小乾坤的门户 小乾坤中天地伟力立刻一出 下一瞬 一便突起 整个末朝寺是嗅到了欣慰的妈 四周肉壁中镜 忽然生出强大的吸引之力 牵引着自身的天地伟力 将之吞噬吸收 杨开脸色凛然 下意识便要关闭自身小乾坤的门户时 毕竟这样持续被末朝吞噬自身力量 也是自身的损失 然而还不等他关闭门户 忽然接触到一个极为古怪的意志 之所以说这个意志古怪 是因为这意志给他一种僵硬的感觉 仿佛这个意志没有自己的思维 就好像一具行尸走肉 这让他大为惊奇 不禁扭头朝扎古望去 扎古只是笑盈盈地瞧着他 似对这一切早有所料 见他没有阻扰之意 杨开索性放开了 仔细查探起那意志 确实如他最初感受到的一样 这意志存在着 并非是错觉 只不过没有自己的思维 而追根溯源一番后 杨开微微惊道 扎古兄 末朝有自己的意志 那意志的源头 竟是这一座末朝 扎古含笑道 末朝当然有自己的意志 所有的末朝都有自己的意志 只不过 末朝的意志 只是一个载体 不会表达任何自己的想法 载体 杨开一脸疑惑 这是何意 扎古道 杨兄既能勾连末朝的意志 那不妨试试 以这个意志为载体 看清事物的本质 本质 扎古这话大有深意 似是说 末朝的意志背后 还隐藏了什么秘密 杨开顿时好奇兴起 着手思维起来 这也是了解末族 一些秘密的最好机会 杨开自然不愿错过 而且 扎古这边 还需要自己帮忙练气 应该不会对自己不利 这么想着 杨开便放下心 原本他在察觉那意志的存在的时候 还心存排斥 唯恐这意志会对自己有什么不利 如今既已确定这意志没有自己的思维 杨开便放下心来 敞开身心时 自身小乾坤的力量 源源不断的被末朝吞噬着 而随着天地伪力的流逝 自身的意识 也在与末朝的意志慢慢融合 这是一种极为奇特的经历 杨开不禁生出一种 要与整个末朝融为一体的错觉 但他也知道 这不过是假象 是他意识与末朝意志融合 带来的影响 不过片刻功夫 自身意识便与末朝的意志完全融合 这让杨开极为惊讶 因为整个融合过程 居然没有出现任何排斥的迹象 仿佛那意志是专门在等待着自己 杨开当然知道真相并非如此 末朝的意志没有自己的思维 估计只要条件合适 任何人的意识都能与之完美融合 而就在他与末朝意志融合的那一刹那 己身仿佛瞬间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没有光 没有物质 甚至没有任何实体的存在 然而在这个世界中 却有一道道意识在穿梭 交流 杨开感到大为惊奇 他稍稍感知 便察觉到附近两道 跟自己如今状态极为相似的意识 正在交谈着 似是在商谈一下买卖 那买卖关系到许多珍稀的物资 和莫足奴仆 在感知别处 有些意识之间的交流 他能清楚地感知到 有些意识 却仿佛隔绝了旁人的查探 任何企图窥视者 都能引起敌意 杨开的意识 穿梭在这个奇特的世界中 见到了形形色色的别的意识的存在 这些意识 有些如他一样 在四处闲逛 也有些停留原地 敞开身心 接收着来自各处的可接收信息 更有许多正在彼此交流 很快 杨开便察觉到另一个让他在意的事情 这所有的意识 似都在一个巨大的载体上活动着 而这个载体 竟又是一个没有自我思维的意志 只不过 这个没有思维的意志 比扎古末朝的意志更加庞大 咦 新的气息 就在杨开若有所思时 一个游荡的意识 忽然关注到了他 很快凑了过来 对着他问道 你是哪一位 怎么以前没见过 杨开顿时有些抓瞎 不知该如何回答 总不能说自己是人足末途 这边的动静 吸引了四周不少意识的关注 杨开很快便感觉到 承载着自己意识的末朝意志 仿佛被无数双眼睛盯住了 他连忙 从这奇特的世界中抽身而出 断开了自身意识 与末朝意志之间的联系 扎古一直站在他身旁 静静地看着他 见他终于有了动静 才笑道 好玩吗 杨开神色肃穆 扎古凶 我所遇到的那些意识 扎古四知道他在问什么 不等他问完便道 都是领主 如我一样 有自己封地的领主 那些意识的情况跟你方才一样 以自家末朝意志为载体 将自身意识融合后 进入了预主末朝的意志领域中 预主末朝的意志领域 杨开神色意领 想起了自己后面感知到的 那更加庞大的意志 嗯 扎古点点头 预主大人麾下的所有拥有封地的领主 得到的末朝 都是从预主末朝中分离出来的 是预主末朝的子朝 这些子朝之间 不管隔得多远 只要还处于同一片虚空中 便可互相交流 当然 也需要预主末朝的意志领域支持 你可以把这个领域 当成一个交流的平台 扎古说的复杂 但杨开结合自身方才的经历 又如何不懂其中的奥妙 简单来说 预主末朝也有自己的意志 那意志同样是没有思维的 这一份意志 可以化作一个领域 允许子朝意志的进入 而分封各地的领主们 便可以自家子朝的意志为载体 融合自身意识 进入这个领域 杨开很快便明白了其中关键 神色凝肃道 如此一来 一位御主便可随时得知自己 麾下领主们领地的情况 而领主们 也可将自家领地的异常动静 迅速上报 那是自然 这也是末朝最基本的用途之一 杨开默然不语 直到今日 他总算搞明白的一件事 当初他伪装墨图 跟着怒宴的时候 碧落官人族 在老祖的带领下 对墨祖领地发起了进攻 但没过多久 墨祖王主那边就有了反应 杨开一直很好奇 这虚空广袤 王主那边是怎么得到消息的 那么快就有了动作 而且是整个碧落战区的墨祖 都被调动了起来 事实上 人族那边对这一点也搞不明白 一直猜测 墨祖有奇特的传讯手段 类似空间法阵这种东西 但现在看来 墨祖之间的传讯手段 比起空间法阵 可要高明多了 那一座座分布在虚空各处的墨巢 为墨祖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情报网 只要在这些墨巢笼罩范围内的虚空 发生任何事 墨祖都能第一时间知晓 而且是全面的知晓 当初人族进攻墨祖领地 消息肯定第一时间 就通过墨巢传递出去了 所以 墨祖王主的反击 才能那么迅速 墨祖大军才能快速集结 怪不得墨巢号称是墨族的根本 单此一点 便足见墨巢的重要性 原来墨巢的意志 也可以承载 你们人族的意识 扎古忽然嘖嘖称奇一声 显然他事先也不知道 杨开居然能成功进入 寓主墨巢的领域 我只是好奇一事 希望 没有对扎古兄的墨巢 造成什么损伤才好 杨开收敛心中思绪 致歉一声 他本来只是想试试 自身小乾坤中溢散出来的天地伟力 会不会被墨巢吸收 没想到 居然就这么轻松 接触到了墨巢的无私为意志 这才有了后续的发现 也算是无心插柳了 扎古笑道 没什么 任何一座墨巢的意志 都只不过是在体而已 不会有什么损伤的 事实上 也没有哪个领主 会这么闲来无事 时时刻刻 待在御主墨巢意志的领域中 你所见到的那些意识 大多都是各位领主 麾下的得力干将 回头我这边也是要找一个手下 长期坐镇的 方便打探各方消息吗 原来如此 杨开微微汗手 这一趟伪装墨徒来到墨族这边 倒是探听到了不少关于墨巢的秘密 但是这些秘密 杨开就觉得不需此行了 毕竟 这些都是人族那边一直想知道 却没办法搞明白的事 本章完 第5136章 墨池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墨墨 至于扎古要和人长期坐镇在墨巢中 监察各方消息 就不是杨开需要理会的了 他手下有几十号墨族 不过实力不算强 堪比六品开天的上尉墨族 也不过寥寥数位罢了 想必那监察消息的人员 应该是这几个上尉墨族之一 走吧 去看看别处 扎古招呼一声 又领着杨开继续前行 不大片刻功夫 来到更深处的枪式中 这一处枪式明显巨大无比 几乎占据了墨巢内部的一半空间 枪式四周 肉壁如洞 而在正中央位置 还有一个仿佛池子般的东西 那池子十几丈方圆 内里充满了浓郁的墨之力 扎古直接来到这池子边 凝视着 肃然道 墨池可以说是我墨族的生命之源了 墨池? 杨开眉头微扬 盯着这池子正正出神 却没看出什么玄妙 更不知扎古所说的生命之源是什么意思 不过很快他便明白了 扎古忽然从空间界中取出大量的物资 毫不犹豫地投入到了墨池之中 那物资品皆不同 不过即便是人族武者拿去 也可以吸收炼化 提升自身小乾坤的抵御 众多物资投入墨池中 瞬间就像是热油中洒入了清水 原本安静如湖面的墨池里 顷刻间沸腾起来 不但如此 整个墨池寺都化作了真名恶寿的巨吻 内里传出一阵咔嚓嚓的声响 似有无形的獠牙 在咀嚼那些被投放下去的物资 各种品杰的物资 迅速被粉碎 能量被吸收 紧接着 墨池四周的地面处 肉眼可见的便有一股又一股的能量 朝四面八方流动 杨开诧异地盯着那些流动的能量 只见它们纷纷涌入了此地枪式的肉臂之中 而随着能量的涌入 那本就坎坷不平的肉臂 竟鼓起一个又一个大包 仿佛一个个肉流 有生命的气息在那肉流之中 迅速孕育 杨开正正出神 肉流越来越多 短短不过半个时辰功夫 等扎鼓将所有的物资都投入墨池之中 那四周枪式的肉臂中 竟多出了数百个肉流 每一个肉流之中 都有崭新的生命气息 杨开不禁有些头皮发麻 物资镇定道 扎鼓兄 这些事 扎鼓微微一笑 一两个月后 这些都将是我领地上的子民 果然如此 虽然早就知道 墨族孕育自墨巢之中 但知道归知道 亲眼见到 却是另一回事 原来墨族是这样孕育出来的 那一个个肉流之中的生命气息 明显都是一个个墨族 而听扎鼓话中的意思 孕育这些墨族 竟只需要一两个月 这速度 简直有些耸人听闻 扎鼓的墨巢 还没有彻底成型 他自己也说了 如今手上资源不足 需要另做他用 待日后有更多的资源 再催化墨巢成长 即便没有彻底成型 一次性也能孕育数百墨族 按阳开的估算 若是彻底成型的话 一座领主级的墨巢 只要资源足够 一次性应该可以孕育出上千墨族 一两个月上千 一年便是七八千 十年那就是七八万了 百年之后便是数十万 当然 因为领主手中 应该不至于有这么多资源可供挥霍 可即便如此 这个数字也依然可不 怪不得墨族杀之不尽 各大人族关爱 每一次大战都能将墨族打退 死伤无算 可经过数十上百年的修养生息之后 墨族便又能卷土重来 大军数量丝毫不减 墨巢育域墨族的方式便是最根本的原因 意识到这一点 杨开不免心情沉重 肃然道 扎古兄 这些新出生的墨族 大概有什么样的实力 扎古道 新出生的墨族 自然弱小得很 派不上什么用处的 想要成长到下位墨族的程度 少说也要几十年 再成长两三百年 其中很少一部分 才能到上位墨族 再之后 就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 杨开微微汗手 如此看来 这个成长周期 虽然比人族要快很多 但也不是难以接受 几十年才能成长到下位墨族的程度 也就是下品开天而已 这样的实力 在战场上是发挥不出太大作用的 顶多就是 被自家领主当成炮灰 消耗人族强者的力量 一位合格的领主 最起码 要在御主大人出征时 征召三千可占墨族随行 我这边还早着呢 恐怕要等到几百上千年之后了 三千数量的可占墨族 其中最起码要有一半是上位墨族才行 而且还是需要堪比五品六品的上位墨族 否则只是给人族送战功 按墨族的成长周期来算 扎古想要达到这个要求 确实需要等待数百上千年 否则手下的墨族根本成长不起来 杨开默默算了一下 一位有封地的领主 在战时可征召三千墨族 黑渊御主 麾下领主上千 但有封地的应该不到一成 如此说来 单是黑渊御下 便可聚集三四万墨族大军 这还仅仅只是一个御主 哪一位王主麾下 没有数十位御主 一旦王主号令征召大军 一处占去的墨族 轻松便可起数十上百万大军 兵临人族关爱之下 而人族各处关爱 便是在这种恶劣的兵力对比下 经历无穷岁月 辛苦坚守下来的 人员方面 本就占据了绝对的劣势 行宫秘宝 是人族仰仗的重中之重 也是人族独有的优势 若是这个优势 在被墨族破解 那人族关爱 恐怕就真的守不住了 杨开忽然感觉自己 肩膀上沉甸甸的 领略了墨朝意志的神奇 见识了墨池郁郁生命的奥妙 杨开算是对墨朝的秘密 彻底洞悉了 随后在扎古的带领下 又走过墨朝其他地方 小半日之后 两人才离开墨朝 扎古心情明显还有些激荡 毕竟多年梦想终于达成 自然喜悦非常 这也是他领着杨开参观墨朝的原因 心中有喜 急于与人分享 杨开是唯一的对象 啊对了 杨兄日后就在那边恋妾 扎古总算没忘记正事 毕竟他能得到这处封地 与杨开的恋气有极大的关系 这般说着 指向一个方位 杨开顺着他指引的方向看去 只见那虚空中 一颗巨大星辰映入眼帘 那原本是一颗大日之星 虽然早就熄灭了 但那里应该还蕴藏着大日之火 对杨兄恋气应该有不小帮助 扎古解释一声 他之所以将墨朝孵化之地 选择在这座乾坤世界上 主要也是因为 距离大日之星不远 如此来往也方便 大日之星 杨开眉头一阳 所谓大日之星 无疑就是太阳了 太阳之中 自然孕育有大日之火 不错 扎古汉手 炼气的事我不太懂 杨兄 可自去那大日之星 寻找适合炼气之地 我就不陪你过去了 封地这边墨朝才刚孵化 还需要照看 无妨 我自去便是 杨开点点头 这东西你拿着 这是一位客人提供的炼气材料 里面有他提出的要求 你照做就行 等我这边安定下来 我再看你 扎古说着 递了一枚空间借给杨开 杨开接过 神殿探查一番 发现里面确实是炼气的材料 不过数量不少 看样子要炼制的东西不止一样 另外还有一枚预解 应该就是客人的要求了 辞别扎古 杨开静止朝那大日之星掠去 前后不过一个十分功夫 便已抵达那大日之星所在 杨开在出入三千世界的时候 便曾遇到过一颗将死的大日之星 凝炼到应用的金屋真火 也是从那大日之星中所获 为此 还与老板娘兰幽若之间产生了种种纠葛 往昔历历在目 转眼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 当年他遇到的 是一颗将死的大日之星 而如今眼前的这一颗 却是早已不知道死去多久了 大日虽死 表面却依然散发着余热 整个世界都是岩浆奔涌凝固后的景象 更有许多地方喷发着难闻的气味 环境无疑是极为恶劣的 一般人根本难以在这种地方生存 不过杨开如今已是七品 这样的环境还是可以忍受的 其实 以他自身金屋真火之力 炼气之时根本无需借助外力 只不过借助外力更能事半功倍 所以很多炼气师在炼气时都喜欢借助外力 炼丹师同样如此 绕着大日飞行了小半圈 很快杨开便看到了一处合适的位置 那仿佛是一座火山的火山口 直通地下深处 杨开静止飞入 前行不久便被凝固的岩浆挡住了去路 寄出苍龙枪 催动自身力量 一路破开路障 往下深入 越是往下 杨开越是能感受到恐怖的热浪席卷 再深入不久 几身竟落入了流淌之人的岩浆之中 由此可见 这大日虽死去不知多久 可内部的力量却没有完全消散 这也正好方便他用来炼气 穿过岩浆的封锁 杨开一路深入到了地河之中 这才以自身力量强行开辟一处空间 这里已经算是大日之星的最深处了 也是能最方便借助大日之地的地方 杨开观望四周很是满意 本章完 第5137章 《黑渊出关》 小说《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接下来半月时间 他又耗费了不少心思 在此地布置了一些简单的静置 一来方便自己借助大日的力量炼气 二来也是固定这一片被自己开辟出来的空间 忙完这些 杨开又恢复了数日 养精蓄锐 这才开始炼气 将扎古之前交给自己的 那预检取出查探 发现这一次需要炼制的是两件秘宝 一为进攻 二为防护 也不知是哪个莫足需求 不过他也无需理会 只管按照要求炼制便可 借助此地大日之火的力量 炼气的效率 比起之前 确实有不小提升 更何况 杨开本身的炼气造诣 也在不断增长中 前后三个月时间 两件秘宝便已炼制妥当 此时早有莫足在静置外等候 事实上 那莫足已经来了有半个月了 杨开也早有察觉 不过他一直在炼气中 所以便没去理会 如今炼气完毕便挥手敞开了静置 放其入内 一直不敢打扰杨开的莫足察觉 立刻闪失而来 冲杨开抱拳一礼 杨先生 一个莫徒 在莫足这边能得到先生称呼的 恐怕也只有炼气师了 杨开朝他望去 认出这个莫足是扎古手下中的一位上尉莫足 也是跟着扎古从原先的古堡 一路来到封地的 微微焊手道 可是扎古兄有什么吩咐 那尚未莫足立刻上前 递过来一枚空间戒 扎古大人说 这是下一件需要炼制的秘宝 材料 要求和酬劳都在里面了 另外 让我将杨先生炼制好的秘宝取回 杨开接过空间戒查探 发现确实如他所说 这戒指中有许多炼气的材料 一枚烙印了要求的预检 还有七千墨币 确认无误 杨开才将之前炼制好的两件秘宝交给他 微微苦笑道 你家大人 这是一点休息的时间都不给我啊 那尚未莫足陪着笑 扎古大人说 杨先生炼气技艺精湛 如今许多领主都听说你的名头 所以都想请你炼气 罢了 正好我也要赚取莫币 购买修行资源 回去跟你家大人说一声 有要来炼气的都接下 我这边没问题 是 那尚未莫足应了一声 又问道 那下次 我什么时候能过来 杨开略意沉吟 日后每件秘宝 隔两月来一次吧 目送那尚未 莫足离去 杨开将四周静置重新开启 没有急着去炼气 而是从自己的空间界中取出了一套七品资源 默默炼化修行着 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帮莫足炼气 而且在扎古原先的地盘中 也不方便动用七品资源修行 毕竟扎古随时都可能过来 万一被他撞见就解释不清了 如今孤身在这大日之内四周又布置了静置 倒是不于担心这些问题 而他帮莫足前前后炼制了这么多秘宝 想必自己炼气术的名声已经逐渐传扬出去了 这也是他所期望看到的 要不然 那尚未莫足 方才也不会有那般说辞 一切都在计划之中 如今只需等待黑渊出关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扎古那边每两个月便有人过来一趟 送来炼气的材料和酬劳 大多时候 都是那尚未莫足出面 扎古才刚得了封定 四狠是繁忙 有些抽不开身 只有很少几次他亲自过来 不过也不久留 将装了材料和酬劳的空间戒交给杨开 取走杨开炼制好的秘宝 很快便会离去 如此五年光阴 一晃而过 算算之前在扎古古堡内炼气的时间 杨开已经帮莫足炼气了足足七八年了 这么长时间 出自他手的秘宝也有数十件之多 而且 件件都品质不错 这么高强度的炼气 让杨开在炼气之道上的造诣 有了十足的提升 他却高兴不起来 因为他知道 自己所炼制的每一件秘宝 日后在战场上都将成为莫足的助力 那一件件功法秘宝 或许会对人族将士造成一些杀伤 他也想过 在这些秘宝上动些什么手脚 让持有这些秘宝的莫足 在与人族争斗时骤发意外 导致秘宝损毁之类 然而 他的炼气造诣 虽已入大师行列 水准却远不足以支持他 不着痕迹地做这种事 强行为之 怕是很快 要被莫足领主们发现 那只会败坏自己 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口碑 对接下来的计划不利 于是也就作罢 这些年虽然大多数时间都在练气 但每练至一件秘宝阳开 都会修行一阵子 如此慢慢积累下来 当年因为割舍小乾坤 而损失的底蕴 差不多也弥补回来了 只不过 他一直在等着黑渊召见 却始终没能如愿 按道理说 黑渊早就出关了才对 他虽受重伤 但有末朝相助 伤势不可能恢复的这么慢 也不知道黑渊那边 到底是什么情况 这一日 扎古照旧前来 杨开与他交接了物资和秘宝 扎古道一生辛苦 便要离去 扎古兄留步 杨开喊道 扎古回头 韩笑道 杨兄有什么吩咐 这些年 他依靠杨开练气 可是赚得盆满钵满 鬼疗不愧是鬼疗 给他介绍的客人 个个都财大气粗 一件秘宝十万莫比的酬劳 眼皮子都不眨一下 不仅如此 那些领主们 更是对杨开练制的秘宝趋之若鹜 听鬼疗说 如今排队等候练气的领主 还有十几个之多 一件秘宝 收取十万酬劳 去掉给杨开的七千 他与鬼疗对半分 每一件都可以得到四五万 当然 十万是鬼疗给他的说辞 扎古甚至怀疑 鬼疗那边收取的费用更高一些 不过他也没办法计较这些 五年时间 自杨开手中诞生的秘宝 足有三十多件 不但将欠鬼疗的莫比还清了 还有大量劫余 如今扎古一心经营自己的领地 所以 赚取的莫比都投在领地上了 如今的封地 已经出具规模 不但利用莫巢 孕育出数万莫族 还吸引了不少外来的莫族定居 而这一切 几乎都可以说是杨开带给他的 扎古对他如何能不客气 杨开也没绕什么弯子 直言道 扎古兄可知御主大人那边情况如何 是否出关 扎古文言摇头道 不曾听说御主大人出关的消息 想来应该还在末朝之中疗伤 杨开皱眉道 怎么花了这么长时间 自御主大人归来至今 可是七八年过去了 按道理来说 应该要不了这么久啊 扎古汉首道 正常情况下 确实用不了这么久 顶多三四年便可 但你也知道 当时入末朝疗伤的 可不止咱们御主大人一位 还有其他好几位御主 那几位的伤势 比咱们的御主大人众多了 末朝能助几位御主大人疗伤不错 然而几位御主大人分摊之下 效果自然不如独享 这也是御主大人 这次疗伤 花费时间更久的原因 这也是 他跟鬼疗交流之后 得来的情报 毕竟他与鬼疗都知道 一旦黑渊出关 无论出于何种考虑 身为墨图的杨开 就可能会被召回 到时候炼气之事 就无从说起了 这么一桩好生意 扎古自然是想越长久越好 便曾跟鬼疗打探过黑渊的情况 之前那些话 就是鬼疗与他说的 如今转而到于杨开听 原来如此 杨开了然 那扎古兄可知 御主大人何时能出关 也就最近一两年的事了吧 扎古说着拍了拍杨开的肩膀 杨兄不必多虑 御主大人实力雄厚 并没有什么大事的 倒是御主大人出关后 你身为他的墨图 肯定是要随行听照 就不能在我这里练气了 最后这段时间 就算是为了日后的修行资源 你也要努力练气 他还以为杨开是担心 黑渊的伤情才会这般询问 好一番宽慰 不过最终 还是没能脱离练气的范畴 杨开微微汗手 扎古兄说的是 知道黑渊这么久没出关 是因为其他御主分享了 末朝的力量后 杨开便安下心来 他就怕是出了其他什么意外 比如说黑渊伤重而亡 那事情可能就要生出一些 他不愿意看到的波折了 送走扎古 杨开继续练气 如此数月之后 黑渊领地的浮路上 自黑渊等诸位御主归来之后 便一直封闭的末朝 忽然微微震动 紧接着紧闭的末朝下方 敞开一道门户 几道雄伟的身影 从那门户中徐徐走出 各个气息雄浑 末朝附近自有职守的末族 见得那几道身影之后 皆都肃穆行礼 无他 这几位可都是御主级别的强者 而领头的一位 正是此间主人 黑渊御主 几位御主中 黑渊神色如常 其他几个御主的气息 却明显有些虚浮 一副伤势未愈的样子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这七八年的疗伤 他们的伤势 虽然都被镇压了下去 得到缓解 但距离痊愈 还有些距离 唯一一个恢复了伤势的 便是黑渊了 虽说黑渊的实力 比他们几个确实要强一些 但这与伤势恢复无关 主要此地末朝是黑渊的末朝 在他的有心控制之下 末朝的力量 大部分都在助他疗伤 只有很少一部分 在被其他几个御主分享 本章完 第5138章 《御主召唤》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如此一来 黑渊自然能比其他御主更快恢复 这倒不是黑渊有意打压别的御主 只是人之常情 事实上 如果有可能 当年归来的时候 黑渊更愿意将这几位御主 送回他们各自的领地 这样也能避免 他们分享自家末朝的力量 但当时那几位御主伤势太重了 个个都陷入了沉睡之中 实在不好 将他们抛弃不管 没奈何 黑渊只能把他们带回自己的末朝 大家一起疗伤 彼此间也算有个照应 即便是如今这情况 那几位御主对黑渊也只有感激之情 没有半点不满 他们伤势位于不假 但总算有了一些自保的力量 如今只需各自返回领地的末朝静养 便可慢慢恢复过来 而这个过程也用不了几年 除了末朝 那几个御主跟黑渊道谢一番 纷纷冲天起 迅速离去 这里是黑渊的领地 他们也不好多留 自然是要返回自己的领地 黑渊目送 御主们才刚离开 得到消息的鬼寥便领着一些末族 急匆匆赶赴而来 供迎黑渊出关 少请 返回古堡中 黑渊端坐 鬼寥站在下方 汇报着这些年领地上的种种情况 神态恭敬 黑渊静静聆听 这些年 领地上也没发生什么事 人族那边安稳 两族之间也没什么太大的交锋 是以鬼寥很快便汇报完毕 黑渊微微汗手 称赞一声 这些年你做得不错 鬼寥谦逊道 是大人治理有方 属下不过代为照看 不敢鞠躬 黑渊不置可否 忽然问道 我新收的那个叫阳开的墨图 是炼气师 鬼寥不见意外神色 恭敬道 是 这些年为不少领主炼制了秘宝 黑渊一直在末朝中闭关疗伤 自回来之后 便没曾与外界接触过 却依然能知道这些情报 自然是因为末朝的缘故 末朝意志化作的领域中 许多领主都喜欢在其中交流一些事情 而这些交流 根本瞒不过末朝主人的感知 换言之 只要黑渊愿意 在他身处末朝期间 末朝意志领域中所有流通的信息 他都能在第一时间知晓 杨开氏炼气师的消息 许多领主都知道 自然少不了会在末朝意志的领域中交谈 由此被黑渊得知 也在情理之中 更何况 鬼寥也知道这种事瞒不住 他也不会蠢到去隐瞒 领主们对他炼制的秘宝似乎很喜欢 在你看来 他的炼气造诣如何 黑渊又问道 鬼寥道 属下对人族炼气师的等级如何划分不太清楚 但在属下看来 他的炼气造诣不低 出自他手的秘宝 不比许多人族本身拥有的差 领主们有了那些秘宝 实力都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 这对他们在战场上杀敌有很大的帮助 黑渊微微汗手 你都说不低 那肯定是不低了 心中不免有些意外 没想到难得收了一个末图 居然是个珍贵的炼气师 他之所以亲自出手末化阳开 主要是因为阳开之前的表现着实不俗 战力标饼 如此人才 又精通练气 看样子 自己无意中捡了个宝贝啊 数年前资源产区的丢失 大战失利下的损兵折将 王主那边肯定是要责罚的 虽说他御主之身 责罚不会太严重 顶多就是被削减一些领地的疆域 但这也不是他希望看到的 可一个造诣不俗的炼气师 或许可以将功补过 虽说如此人才献上去 多少有些肉疼 但他既是炼气师 那就肯定是要参与那项大计 不管他要不要将功补过 这个人才都留不住 否则王主怪罪下来 他吃不消 他人在何处 黑渊忽然开口问道 鬼疗老老实实回道 人在扎谷那边 那边有一座死去的大日之星 他炼气的话 可以借助那里的大日之火 传讯过去 让他立刻回来见我 是 两个时辰后 正在炼气的杨开 忽然察觉 静止被触动的动静 不禁皱眉 这么长时间下来 扎谷那边来人 一般都是在外等候的 从来不会主动触动静止 今日却如此反常 而且在他的感知下 触动静止的 竟是扎谷本人 杨开本不想理会 毕竟手中的密宝 已炼制到最后阶段 只需三五日便可成行 熟料外间 扎谷等了片刻 不见静止开启 竟直接打破静止冲了进来 杨开不下的静止极为简单 并不是什么太厉害的东西 扎谷领主级别的修为 想要破开 自然轻而易举 这一下 杨开立刻受到了干扰 手中几乎快要成型的密宝 也瞬间在强大的力量下扭曲起来 扎谷瞧了一眼 知道定是因为自己方才所为 这密宝怕是毁了 不过他顾不得许多 立刻开口道 杨兄 御主大人出关了 要见你 大人出关了 杨开有些意外 上次扎谷说 还要一两年呢 这才半年时间而已 不过既是黑鸢召见 杨开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耽搁的 毕竟身份上 他还是黑鸢的墨徒 那我这就出发 只是这密宝 杨开扭头 瞧了瞧 那已经扭曲的密宝出行 扎谷道 无妨 这边损失我会赔偿的 杨兄不必担心 那就有劳扎谷兄了 杨开抱拳一声 此次御主大人召见 日后怕是不能再 与扎谷兄合作练气了 还望扎谷兄珍重 咱们有缘再见 告辞 我送送你 扎谷说道 少请 两人一道掠出那大日之星 扎谷又往前送了一阵 这才驻足 塞了一枚空间借给杨开 杨兄 这些年辛苦了 咱们合作也算愉快 一点小小心意 杨兄请收下 这如何使得 杨开便要推辞 扎谷却毫不犹豫 将戒指塞进他手心 说实话 这些年凭着杨兄的本事 扎谷也算赚了一些墨币 这些日子 都是你在处理 我也没帮上太多 这些都是 你应得的 就不必推辞了 既如此 那就谢过扎谷兄了 走吧 扎谷挥挥手 一脸不忍别离的神色 杨开抱拳 转身离去 望着杨开逐渐消失的身影 扎谷重重叹息一声 这些年 他从杨开这边 最起码赚了有将近一百五十万墨币 这才区区不到十年而已 杨开这样的人族练骑师 对他来说 简直就是一棵摇钱树 就这么放他离去 自然是舍不得的 但御主大人命令在哪 他也不敢违抗 以后再享有这么好的身材知道 是不可能了 扎谷不免有些怅然 心痛 直到杨开在视野中消失许久之后 扎谷才狠心转头 朝自己的领地飞去 好在如今 他的领地已经走上正轨 末朝也彻底孵化完成 日后算是有了立足之本 不再像以前那样 空有领主的名义和实力 却没有领主的资本 与扎谷分开之后 杨开查探了一下他最后 塞到自己手上的空间间 发现里面装的 不过是一万墨币而已 不禁有些哑然失笑 这个扎谷 还真够小气的 这些年他虽然一直在闷头练气 不知扎谷如何收取旁人的费用 但他又如何不清楚 扎谷没跟自己说实话 只说一点 自己帮扎谷练气的时候 他已经一穷二百了 短短两三年时间 他哪来五十万墨币 去买一座墨朝子朝 又买了那么多物资来孵化墨朝 这些明显都是靠自己帮他赚来的 换言之 他给自己的报价是假的 他绝对不止一件秘宝一万墨币这么少 心里清楚 杨开懒得计较 墨币对他来说没什么用 他所需要的 只是打响自己练气的名声 好在如今一切进行的都极为顺利 杨开也无比庆幸 在碧落关那边接这个任务之后 花费了十年时间来学习练气之道 否则就算他来了墨族这边 也不知该从何处着手 眼下黑渊已经出关 或许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 杨开也不免有些忐忑 一日后 杨开返回福禄古堡 很快便得到黑渊的召见 大殿中 时隔七八年 杨开总算是再次见到了黑渊御主 恭敬行礼之后 杨开便站在下方 他能感觉到 黑渊的目光在上下审视自己 鬼疗就站在黑渊下手处 低眉顺目 魂不见之前的跋扈 你的小乾坤恢复了 黑渊忽然开口问道 一直安静站着的鬼疗 忽然抬起眼帘 静静地盯了杨开一眼 他也没想到 黑渊见到杨开问的第一个问题 居然是这个 说起来 此事还跟他有些牵连 黑渊不在的时候 他可以为所欲为 如今黑渊当面 他还真怕杨开说出什么不利于自己的话来 入目之下 正见杨开朝这边望来 四目相对 鬼疗心里咯噔一声 他有点不好的预感 果不其然 只见杨开 冲他咧嘴一笑 抱拳道 回主人 之前请扎古帮我买了一枚悬品灵果 服下之后 小乾坤便已恢复了 黑渊文言皱眉 为什么请扎古帮你买那悬品灵果 我闭关之前 不是让鬼疗帮你寻一枚吗 杨开淡淡道 此事要问鬼疗大人了 黑渊的目光 立刻朝鬼疗望去 本章完 第5139章 进展顺利 小说 《武恋巅峰》 作者 默默 鬼疗转过身 冲黑渊微微行礼 解释道 是这样的大人 悬品灵果这东西向来稀少 大人闭关之后 属下便努力寻找了 只不过一时半会也没法找到 因为这事 杨开可能对属下有些误会 几次索要不成 便与属下的末徒刘子安 发生了一些冲突 属下出面分别对他二人做了惩罚 自那之后 杨开便赌气出走 直到得御主大人召唤 方才归来 是这样吗 黑渊不禁皱眉 杨开淡淡道 鬼疗大人有没有用心寻找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去了扎谷那边 已帮他炼制两件秘宝为代价 他三日之内便为我买了一枚玄品灵果 鬼疗解释道 正好那时候领地上才有货 我也趁机买了一枚 想着等你回来交给你的 可一直都不见你踪影 这般说着 竟从空间界中取出一个匣子 打开来 赫然是一枚玄品灵果 杨开看得直瞪眼 心中暗骂狗东西 绝对是早就准备好了的 鬼疗叹息一声道 可是你一直都不曾露面 我也不知你人在何处 直到许久之后才传来消息 说你在扎古那边练气 而且小乾坤似乎已经修补完全 杨开顿时一肚子恼火 本来想在黑渊面前给鬼疗上点眼药 谁知这家伙心思竟是这般缜密 搞得他有些难以为继了 闷了闷 杨开只能道 若真如此 那可能是我误会鬼疗大人了 在这里给大人赔个不是 严重了 你是御主大人的陌徒 御主大人的吩咐 属下又岂敢不尽心尽力 鬼疗一副忠心耿耿狗腿子的模样 黑渊显然也懒得 在此事上多做纠缠 白手道 既是误会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 你如今小乾坤也完整了 日后修行不会受到什么困扰 望着阳开 画风一转 你精通练气 阳开恭敬回道 略懂 不敢说精通 黑渊微微汗手 冲鬼疗伸出一手 鬼疗会议 连忙从空间界取出一杆长毛 往下走了两步 递给阳开 这密宝是你练制的 黑渊问道 阳开接过那长毛略意打量 立刻便认出 这东西出自自己之手 而且 如果没记错的话 这是随着扎谷去封地后练制的 第一件密宝 他这些年来炼制的密宝数量虽然不算少 但也绝对不多 每一件都记得清清楚楚 这长毛赫然是当时两件密宝中的一件 还有另外一件是半身保甲 回忆了一下 当时客人提出来的要求 和保甲的大小规格 阳开立刻明白 当时他炼制的保甲和长毛 赫然是为鬼疗炼制的 如此看来 鬼疗与扎谷应该在那个时候 就有所联系了 扎谷之所以能得到一块封地 或许跟鬼疗也脱不开关系 没再继续想下去 阳开汗手道 这确实是我炼制的 黑渊精神一震 炼制此物 用了多长时间 阳开道 两个月不到吧 黑渊眼睛微微发亮 两个月不到 便炼制了这样的密宝 看样子 你的炼气造诣确实不低 主人谬赞 我的炼气造诣 顶多只是大师水准 也就只能炼制这样档次的密宝了 能炼制出这样档次的 已经很了不起了 你想必也清楚 墨族因为自身力量的缘故 不通炼气 想要拥有合适自己的密宝 是很困难的 所以 人族炼气师 在墨族这边可是宝贝 鬼疗也在一旁微笑汗手 大人说的是 尤其是像阳开这样的大师级炼气师 更是屈指可数 若能有足够的时间成长 必能炼制出更好的密宝 黑渊一脸期待的望着阳开 你觉得 如果让你专心炼气的话 你的炼气水准 能有多大提升 专心炼气 阳开表现的有些茫然 主人明见 炼气之道 不过是属下的小小爱好 属下还是希望能专心舞蹈 如此日后 也能在战场上 为主人分忧解难 黑渊欣慰汗手 你有心了 不过 如果我执意 让你专心炼气之道呢 阳开不做考虑 毫不犹豫到 既是主人之命 属下自当遵从 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黑渊问道 只不过 属下在炼气之道上的天赋 不是很高 就算再怎么努力 日后顶多也就是一个宗师水准 到不了那大宗师级别 能达宗师水准 黑渊眼前一亮 不禁笑了起来 好 很好 阳开迟疑道 主人可是需要我炼制什么秘宝 若是需要的话 还请示下 属下定竭尽所能 不让主人失望 是需要你炼制秘宝 不过 黑渊言由未尽 顿了顿道 你先下去休息吧 过几日 随我出一趟远门 阳开一头雾水的模样 不过还是恭敬行礼 退下 带他走后 鬼疗才问道 大人这是要将他带去王城 黑渊颇有些兴奋的汉手 不错 王主那边早就下令 日后但凡发现领地上有炼气师的 一律送到王城那边 当年我也与你说过缘由 你应该清楚 属下明白 鬼疗恭敬应道 大人 王主那边的大忌进展如何 说起这事 黑渊不免忧愁 不是很顺利 虽有一些试验品 却都不堪一击 远不如人族战舰的种种性能 所以那边 才急需炼气造一高的炼气师 阳开如今是大师级 未来可成长为宗师级 或许无法主持那项大忌 但参与一些重要的环节 却是没问题的 这样的人 也是王主急需的 说完黑渊又叹息一声 可惜了 他一身战力 着实不俗 当年之所以亲自出手默化 也是看中了阳开本身展现出来的强大实力 不过与阳开的战力比较起来 王主的大忌无疑才是最紧要的 黑渊也只能忍痛割爱 黑渊让阳开等待几日 随他出一趟远门 阳开虽表面洋装迷茫 心中又岂不知自己的计划 又往前推进了一步 所谓出一趟远门 绝对是要去见王主 这让他不禁期待又忐忑 期待的是 迄今为止 一切进展顺利 如果后面不出什么意外的话 他很快就能搞明白 为墨族炼之秘宝的人族炼气师 到底是何方神圣 又身在何处 忐忑的是 王主毕竟不是好相遇的 这可是堪比九品老祖的强者 在这样的存在面前 阳开也不敢说 自己没有暴露的风险 而孤身处于墨族王城 一旦暴露 后果可不是他能够承受的 他没有留在古堡中等待 反而离开古堡入了城 这些年与扎古合作炼气 虽说主要目的是打响自己炼气的名声 引起黑渊的注意 但这些年下来 他也积攒了不少墨币 每炼制一件秘宝 都是七千墨币的酬劳 这七八年间 他炼制的秘宝也差不多有五十件了 手中墨币也有三十多万 墨币这东西购买力不俗 三十万墨币换算成开天单 那可是足足三十亿 不过墨币对杨开没用 却可以用来购买修行物资 这还是他头一次身怀巨款 在墨族的城池中买东西 多少有些新奇的感觉 城中有不少墨徒 但都跟随在自己主人墨族身边 如他这样形单引致的独此一份 自然吸引了不少墨族好奇的目光 不过察觉到他七品开天的修为 墨族们虽然好奇 却也不敢造次 能墨化七品开天的 最起码也是领主级别 而且听说御主大人 也收了一个七品开天墨徒 搞不好就是此人 谁又敢打御主大人墨徒的主意 墨族这边的店铺数量不少 查探了没几家店铺 杨开便发现 墨族这边的修行资源数量庞大 想想也不奇怪 整个墨之战场广袤无边 墨族占据了巨大的地盘 那些地盘上 有数之不尽的乾坤世界可攻开采 修行资源自然是不缺的 不像人族这边 只有打退了墨族的大军 才能争抢一些资源产区 勉强开采一些年月 待墨族恢复了元气后 那辛苦抢来的资源产区 又得放弃 如此周而复始 不过对墨族来说 这些修行资源并不能直接用来修行 而是需要投入到墨巢中 演化成墨之力 才能为墨族所用 人族强者趋之若鹜的资源 对墨族没有直接的用途 正因如此 这些资源在墨族这边的价格 竟出乎意料的低廉 杨开三十万墨币 可算成三十一开天单 若在人族那边 这样的购买力 只购买两三套七品资源便会告庆 可是在墨族这边 他花光了三十万墨币 竟足足买了十几套七品资源 其中差距简直匪夷所思 杨开忽然有些牙疼 早知如此的话 在毕落关的时候 就应该找忠良等人 要点墨币带在身上 人族各处关爱也储存了墨币 而且是海量的墨币 这些墨币自然都是历次占一下来 人族将士打扫战场所得 死去的墨族拥有的墨币被收拢 人族拿着也无用 便收了起来 但是毕落关一处 这无数年来收攒的墨币 只怕要以一兆来计算 真要将那些墨币带出来 将整个黑渊岭的资源 买光都不是问题 本章完 第五千一百四十章 墨族大计 小说《五炼巅峰》 作者 墨墨 当然 真这么干肯定会引起轰动的 杨开只是略有些后悔 没提前带个几百上千万的墨币出来 否则此刻便可大发一笔 十几套七品资源 对他如今的身家来说 虽说算不了什么 但却是可以光明正大 拿出来修行的 这也是他跑出来买东西的原因 否则回头修行的话 被黑渊看到 资源来源也没法解释 杨开没有多加逗留 花光了墨币之后便返回古堡 打坐修行 如此数日后 终于等来了黑渊的召唤 古堡中央的一块空地处 一艘楼船静静悬浮在半空中 上百多墨族整装待发 跟随黑渊上了船 杨开自然也在其中 这楼船并非行宫秘宝 只是一艘单纯的飞行秘宝而已 以杨开如今的炼气造诣 花费些时间也能炼制的出来 不过相对来说 需要耗费的精力和时间 比炼制一般的秘宝要多很多 这些年墨族领主找他炼气 也没有哪个领主要求炼制这种飞行秘宝 对领主们来说 战场上能保命杀敌的秘宝 自然比飞行秘宝更加重要 更何况 炼制一艘飞行秘宝所需要的材料 也不是等闲秘宝能比 此去王城应该用不了多久 我走之后 领地上的事 你多多用心 黑渊对着鬼疗吩咐道 大人放心 领地上的事 我自会处理妥当 鬼疗恭敬应着 黑渊又道 等我这次回来 就安排你进墨巢晋升御主 这么多年你积攒的也差不多了 鬼疗顿时露出激动的神色 多谢御主大人 属下定不负栽培 黑渊微微汗手 这才对楼船上负责操控的墨族吩咐道 出发吧 随着他一声令下 楼船嗡鸣一声 徐徐升空 调转了方向 化作一道流光 风驰电车而去 甲板上 黑渊盯着虚空正正出神 也不知在想些什么 杨开便安静地站他身后 低眉顺目 我很少会出手 默化你们人族 上一次出手 还是两千年前 当时默化的那个默图 也跟你一样 实力很是了得 黑渊忽然开口 杨开不知他想说什么 乍一听似是闲聊 但感觉一个御主 应该没这么无聊才对 只能保持沉默 免得言多必失 那人随我征战千年 立下不少功劳 可惜啊 最终还是战死了 黑渊微微叹息一声 说起来 你们人族的七品开天在品集上 与墨族的领主相当 但实力上 却永远是人族的七品更厉害一些 其中佼佼者 甚至能顺杀一些心境的领主 杨开道 人族修行重在积累 纵同是七品 或许也差距数千年的苦修 实力自然也有巨大差别 黑渊道 人族修行有积累 我墨族同样也有积累 只不过总体来说 墨族的成长期 比你们人族要短一些 而且所有晋升都借助了墨朝 这或许便是墨族个体实力 不如人族的根本缘由 杨开正了正 这我倒是没想过 黑渊头也不回 只是笑道 人族的晋升依靠自身 我墨族却依靠外力 自然是不同的 不过在数量上 人族与墨族 却是无法相提并论 我墨族有无穷无尽的大军 人族每一处关爱的武者 都数量有限 可即便如此 这无数年争斗下来 人族关爱也鲜少有被攻克的先例 有时候 我也不得不佩服 你们人族的毅力和决心 杨开敏锐地关注到 黑渊话语中透露出来的一点信息 人族关爱鲜少有被攻克 大人 人族关爱曾被攻克过 黑渊扭头望他 其道 你不知道 真被攻克过 杨开心头一沉 表面神色如常 摇头道 没听说过 其实我来到这片战场 时间并不长 黑渊微微汗手 那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 而且 这对人族来说 也不是什么好事 自然不会大肆宣扬 或许早已被掩埋了 哪一处人族关爱被攻克过 杨开虽知身为一个默徒 不应该问这么多问题 但实在安耐不住心中的好奇 时间太久 有些记不清了 让我想想 好像是叫什么大眼观 应该是大眼观没错了 大眼观 大眼福地 杨开心头一震 人族各处关爱的名字 基本上都来源动天福地的称谓 若说大眼观的话 杨开只能想到大眼福地 也就是麻烦大师出身的福地 那能够利用低品阶资源 衍生高品阶资源的造化神炉 便是大眼福地的宝贝 当初各大洞天福地 为了争抢造化神炉的使用权限 还与杨开讨价还价了许久 大眼福地早就在七十二福地中除名了 麻烦大师也只是大眼福地的移民而已 杨开当年也一直很好奇 堂堂一个福地 到底是遇到了什么天灾人祸 竟导致这般庞大的实力中落 如今看来 这与墨之战场大眼观的尸首定是脱不开关系 只是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恐怕如今除了那些老祖级别的强者 已经无人知晓了 即便是麻烦大师自己 也不太清楚内情 毕竟他一直生活在三千世界 从未来过墨之战场 这是我墨族唯一贡献的一处人族关爱 黑渊语气中满事不甘 虽说这么多年来 许多次都曾有功课更多人族关爱的机会 但每每都功亏一篑 你们人族的任性和耐力超乎想象 你是人族 又是墨徒 感受应该比任何人族和墨族都要深刻 那你可知 两族之间各有什么优恋 忽然问自己这么一个问题 杨开也不知该如何作答 略意沉音道 如主人之前所说 墨族有无穷无尽的大军 而人族则兵力不足 这是墨族的优势 墨之力对人族来说也是极为棘手的 以往但凡被墨之力侵蚀了 人族舞者要么壮士断腕 割舌小乾坤 要么就是自允当场 否则便只有被墨化的下场 不过如今人族那边研制出了驱墨丹 墨之力的优势便要大大衰减 不错 黑渊重重地哼了一声 驱墨丹这东西是人族用来克制墨之力的 这个优势如果无法利用 墨族即便有再多的大军也无用 人族还有行宫秘宝 这才是人族最大的优势 那些行宫秘宝攻防一体 只需配备少量人员 便可在战场上发挥超乎想象的杀伤 若无行宫秘宝这东西 人族早就完了 杨开顺着话就接了下去 其实若是墨族能炼制出行宫秘宝的话 那人族必定不堪一击 只可惜 行宫秘宝炼制困难 非大宗师无法炼制 属下虽有炼器之能 但穷一生之力 恐怕也炼制不出行宫秘宝 黑渊转头 笑盈盈地望着他 你炼制不出 不代表别人炼制不出来 杨开奇道 主人的意思是 黑渊道 你能想到的事 王主又怎会想不到 事实上 墨族这么多年来 也一直在治理行宫秘宝的炼制 如今已经有了一些眉目 杨开顿时 一脸震惊的样子 墨族这边有大宗师级别的炼器师 黑渊摇头道 是不是大宗师 我也不太清楚 可能有些差距 不过也相距不远了 假以时日 必定是可以炼制出行宫秘宝的 这也是我带你去王城的原因 杨开一脸意会的神色 主人是想要我去帮忙炼制行宫秘宝 黑渊汉手 你有大师级炼器水准 应该能帮得上忙 毕竟墨族这边 如你这样的炼器师 数量也不多 杨开了然道 既是主人吩咐 属下自当遵从 黑渊对他的态度显然很满意 到了那边尽心尽责做事即可 切不可给我惹什么麻烦 若是旁的御主打你的主意 就报我的名号 待到每一日 你们功成名就 便是墨族的功臣 我必不会亏待了你 是 请主人放心 属下必安分守己 尽心尽力 距离王城还有几日路程 你去休息吧 不必守在这了 黑渊背对着他 摆了摆手 那属下告退 杨开抱拳行礼 退出几步 这才转身离去 进了早就安排好的厢房 杨开盘膝而坐 取出一套七品资源 来炼化修行 说起来 他虽对黑渊此行的目的有所猜测 却没想到 他会在半路上 与自己开诚不公 坦然说明 略意沉思 杨开便明白 '黑渊这事 提前跟自己告知一下 免得到事后 自己一头雾水 只是黑渊根本没想到 自己压根就是为此而来 计划进行的很是顺利 如果不出意外 此去王城 肯定是能被黑渊举荐 然后参与炼制行宫秘宝的计划中 到时候打探消息 就轻而易举了 如今让杨开感到为难的 倒是只有一事 自己打探出来消息 如何传递给阴阳官那边 倒不是阴阳官那边 对此有所疏忽 只是他可以伪装 莫图潜伏进来 其他人就不行了 这个消息传递 始终是个难题 阴阳官那边也解决不了 出发之前只说 让自己想办法传消息出来 阳开思来想去 也想不出什么好主意 顿时有些头大 本章完